第1302章巅峰较量 九级文明产物 在这里违规 并不难 神文周的话语很有力量 棋盘的来头当然是惊天动地了 直至今日他都没有研究透彻 当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否则神文周 何的何能与真仙对异 神文周绝非等贤之辈 面对盖世弟子都毫不犯处 更是胸怀大格局 时常观测宇宙大势 胸有成竹 并没有因为母舰工厂发生的意外 从而震怒与担心 相反 他犹如高高在上的狩猎者 一双深邃的瞳孔犹如望穿母舰工厂 认为可以深挖出机械族的文明指挥官 两位女娇额忍着没有发送求救信号 内心自然对于神文周极为自信 太子爷都来了 行动力能不强吗 在过往的历史上 主上认定的事情 从未失败过呀 两位女娇额更是发出这样的话语 认为神文周就是这个大宇宙的主角之一 轰 这时间 横顿在贸易区上空 几十艘宇宙母舰猛地划过苍穹 迅速回归母舰工厂 神族的强者突然离开了 目前 贸易市场强者如云 期盼着人族诸强可以来临 真刀针枪弹一场 神族较为激烈的反应 让各方开始怀疑了 他们在这个节骨眼离开 莫非发现麒麟子的踪击了 各大势力的强者很明显不放心 驾驭母舰纷纷尾随 但神族的母舰完全燃烧动力源泉 不惜损耗母舰前职 惹得各方纷纷心惊 特大情报 神族母舰大规模撤走 疑似发现人族麒麟子的踪击 核心动力源泉完全燃烧起来 几十艘母舰轰灵着奔走 像是苍蝇剑道士 若非发现了人族麒麟子 岂能做出这样的反应 情报界突然间热闹起来 有些人的比喻让人恶寒 重磅消息 人族麒麟子单枪匹马 杀穿神族掌握的资源矿脉 轰然间有更为震撼性的情报来袭 坤玉暗中操控成千上万个小号 在弟子专栏区域腥风作浪 他接连发布出这样的消息 配上一系列的景象图 证明麒麟子在神族地盘上闹事 掀起了阵阵风暴 坤玉无比得意 虽然不清楚军天在干什么 但是暗中搬弄是非的感觉 真的是太爽了 当即 有情报界的权威专家分析 麒麟子知道就不走人族绝代家人 故而反其道而行 发现内心愤懑情绪 但主导这件事的真的是神族吗 通过神族刚才的反应 那些母舰收到消息赶往救援 但也无法断定 是不是故意为之 声东即西 又有权威站出来发布消息 昆玉掌握的小号权力开火 你老眼昏花了 没看到神族的母舰都过去了 人族断然在猛烈反击 准备和神族于死网破 可以证明货主就是神族了 说得对 查清楚货主并不难 人族绝代家人不是血战上万次雷台战 神族很多强者都了解他才对 目前神族已经封魔了 几十艘母舰都全面焚烧起来了 战场就这样转移了 我不得不说 麒麟子的路线是正确的 否则去了贸易市场强攻 才是昏头了 没错 就算就不走人族利人 族群的威望也能保全部分 麒麟子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情报界接连翻腾出惊涛骇浪 贸易区大规模强者陆续撤走 当然也留守了一批强者 防止麒麟子真的是声东几西 这苟日的 该不会要立大功吧 神行天已经赶赴中部区域 与一群好友会合 准备伸入资源地 打声打死 等待他留意到情报区的变化 脸色阴沉了 很清楚神文周的恐怖层面 掌握九级文明宝物 能在文明世界短暂违规 如果他真的镇压了麒麟子 这等天大的功劳 可就要落在他头上了 神文周要去围猎人族麒麟子 呵呵 也不和我们通个气 外界 洪荒及母界内 神昆鹏的脸色难看 甚至对于神行天被逼远走这件事 更为愤怒 但是对于神文周 他能说什么 终究是神行天际不如人 神昆鹏长老 那些母界是谁暗中掌控的 为何不提前智慧一生 你们的保密工作连我都要隐瞒 军天掌握神刘焉的祭台 对神昆鹏质问 同时 他传出部分景象 表示已经攻占了第二座规模较大资源地 让族群强者立刻前来接管 挖掘机械原石 刘焉小姐 您还不清楚呀 是神文周掌握了母舰工厂 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根本不清楚 神行天也不清楚 神昆鹏回应 我立刻派人过去接收资源地 刘焉小姐你最近辛苦了 没有必要过于深处 以防止遭遇机械大军围剿 否则你出了事 我们都无法交代 我有分寸 人族事关重大 麒麟子还好 但是逃出起源界的孤岛巨精 人族弟女 大概是前段时间一闪而失的人族弟女 有这类情报第一时间告知我 对于神刘焉的话 神昆鹏感同身受 严格上来说 神行是神刘焉的祖上提拔起来的 当然那是数千万载钱的事情了 当年神行一脉 负责起源借到一系列事物 神刘焉曾经多次借助竞技祭台 前去观光 接收实验成果 后来固然计划失败了 但他们始终在留意 与人族弟女有关的线索 当然夏军天的死亡也成为了定局 毕竟人族弟女 大概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 重新接近人族祖庭的重要成员了 放心吧 刘焉小姐 只要人族弟女在文明遗迹 注定无法逃脱 神昆鹏传来话语 同时传话接管资源地的强者 已经在路上 位于母舰工厂 这片血流成河的超级基地 犹如人间炼狱的缩影 殉命的强者已经无法估量 神族数万大军惨死 陆续 还有通过星际牵引区域 返回的各路探险队 正在被堵在这里的机械大军疯狂杀戮 这等恐怖的收割力 传出去足以轰动天下 整座母舰工厂已经被军天控制了 期间没有它的允许任何消息 都无法发布出去 牛 你到底行不行 笼罩母舰工厂的十层禁忌法阵 目前已经破译出了九层 仅剩下最终的关卡 这里是最难的 牛正在疯狂探索 但是行动力严重受阻 谁说牛不行 谁 牛咆哮 他累得快要吐血 这片最终的关卡世界 散发出恐怖的 红荒级母舰波动 已经形成了棒箍无尽的漩涡 牛魔王在这里渺小如尘埃 红荒级母舰波动终究太强烈了 动辄都要粉身碎骨 猫 牛仰天大吼 纵然是分身 但可以催动他的天赋神通 核心动力源泉轰鸣起来 身躯为额庞大 顶天立地 他的眉心是还走出神牛 这是牛的元神分身 姿态千变万化 形成了横更在 洪荒漩涡内的暗金母舰 轰 由魔王的元神出窍 在毁天灭地的洪荒漩涡争渡 但却犹如蚂蚁爬行在大宇宙 我需要时间 牛低沉的话语传来 成功在此一举 倘若神族大规模的军队杀来 他们只能选择撤离 时间还有 神文周很拖大 没有号召大军压来 否则给我们的时间 不足半日 军天神晴冷酷 他提着大铁棍 开始指挥傀儡大军战斗 算算时间 神文周即将回归 几十艘母舰焚烧动力源泉 急速横渡 短期可以横渡广袤星空 至于军天在外行走的分身 短期热战 便是影盾消失 赶往贸易区 他不想因为神族母舰工厂发生的意外 与麒麟子联系在一块 固然分身没有资格攻打贸易区 但可以说明他掌握最新动态 军天隐隐有预感 他们在航动 人族各路残暴的强者 也或许在航动 殿下 我有些不放心 建议争调大部队压向母舰工厂 还有麒麟子在我族资源地出现 神文周的母舰已经在接近了 听到女娇乐的话语 她冷漠道 并非我顾忌颜面 时间上来不及 第二是因为我自信 放眼浩瀚的大宇宙 唯独我们神族和深渊族群 接触过九级文明 但是深渊族群已经落伍了 而我神族对宇宙文明的研究 放眼大宇宙称第一 谁敢称第二 八级巅峰文明的环境压制 是较为猛烈 但是我掌握九级文明产物 可以在这里短暂违规 至于人族麒麟子 暂时不要理会他 等到我料理这里的大事 会腾出手对付他 神文周依旧胸怀大局 道 反倒是机械大军的战力 要是他们可以掌握禁忌傀儡 各路母舰工厂早就陷落了 神文周不认为 机械大军可以威胁他 说不定还可以顺势挖出文明指挥官 接管这一支大部队 火力全开 给我直接压进去 即将逼近工厂 神文周命令下达 几十艘母舰进入战斗状态 能量巨炮全部开启 辐射出大规模的火力覆盖群 轰隆 晚战时间过去 工厂入口 蔓延出如海的战斗火光 几十艘母舰在毁灭区域 跟着横渡而过 映入眼帘的是 湿山穴海的景象 神族流的血终究太多了 还能聆听到远方传来的 激烈喊杀声 很好 大战还在进行 给我杀 大片母舰驶向挥舞世界 这些母舰的打击力异常变态 沿途中清里正在各地游走的 傀儡残军 等待他们冲出这片世界 眼前的景象迎来了大便 一群霸主傀儡横空 全身规则脉络覆盖 形成了防御阵线 几十艘母舰盘旋在苍穹 船舱内的强者心头流血 这里已经彻底沦陷了 机械大军已经控制了 星际牵引区域 齐灵子 神文周猛地走出母舰 白衣飘舞 静若真仙 深邃的瞳孔凝望而来 看到了驻足在时空深处的紫色身影 他眼底闪出刺骨的含义 机械大军竟然是人类族群 秘密控制的 严重超出他的预料 也严重违规了 什么 母舰内各路强者惊骇大叫 这一切都是齐灵子在暗中布局 有强者发布紧急消息 可发现散发消息都难以传出去 与此同时 在周边区域 燃血的残气炸开 爆裂的空间冲出一批傀儡大军 封锁通道区域 负责切割战场 人族齐灵子 你真够让我意外地 控制了机械大军 攻打母舰工厂 将我引回来 就以为胜券在握了 神文周忍不住怒笑 他胸怀大局 可以看出母舰的情况 没有想象中的恶劣 工厂核心还没有被彻底攻破 给我杀 几时骚母舰狂杀而来 伴随着大规模的神族强者冲出船舱 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轰 军天瞳孔着人 天灵盖释放如海盗运 形成一望无际的规则漩涡 演绎而成轮回宇宙 遮蔽整片星空 军天横击而来 持着的轮回鲜铁棍 向着神文周轰杀 开球 军天一声大吼 高举着铁棍 狂浪滔天 鼎盛战力全面复苏 背后呈现出轮回之皇 挥动仙铁棍的正式景象 第1303章 《我就是祖宗》 轮回之皇 矗立在天地间 脚踏长空 头顶日月 蔓延出的规则脉络 欲发磅礴了 这是军天最强的法相显照 南瓜它的违规及道路 身影为俄 面孔巨大 散发汗天动地之力 与军天的动作整齐划一 轰隆 一时间狂浪滔天 四亿万海啸轰鸣而来 打击力让人失态 大田的母舰已经不稳 在战斗与轰鸣 在轮回规则横扫战场的过程中 神族冲杀而来的大军都如遭雷击 情绪惶恐 犹如坠入了轮回长河 身躯无法自主 阿 一批强者开始惨叫 轮回宇宙禁锢了他们的身心 在轮回定律中 体内蔓延的大道路开始千疮百孔 大口咳穴 两量呛呛的 这一级识破惊天 凝聚着军天的精气神 打出庞大棍影 撕裂外太空 击沉大片强者 冲杀神文周 你倒是让我意外 不过在我面前就不要以这等姿态出手了 神文周望着一人一棍轰向神族大军的身影 眼底散发冷光 犹如立身在天地棋局之内 审视着整片战场 轰 神文周的体内 蔓延而出规则脉络 黄金胜裂 犹如漫天金色符号 抵住了从天而降的轮回脉络 同时间 神文周手腕上的镯子飞出 自主转动 雪白蒸亮 闪烁繁星 挡住下沉的轮回鲜铁棍 轰鸣声巨大 仔细看 神文周体内散发的黄金脉络 显照出至高无上的身影 立身在大宇宙核心 具备某种神话色彩 这是他的弟子路源头 至于神文周对于宇宙核心的显照 显然超越了时风 具现出的规则巨影 犹如宇宙核心的缔造者 推动无穷的宇宙规则 带动恐怖无边的力量 但是神文周始终显得很平和 没有君天狂霸滔天的姿态 显然胸有成竹 认为大局已定 殿下无敌 打爆麒麟子 麒麟子你算个屁 在我神族太子爷面前 也要跪着 神族的强者都在大吼 单单从战场规模上来看 大宇宙核心都要完整显照 取代这片这片时空 已经压盖轮回脉络 土霸王碰到真主 还能翻天 神文周淡漠点评 步履沉稳向前走来 推动他的弟子脉络 形成了集成万道的规则红涛 要压爆整片战场 神族的强者都认为人族麒麟子 已经在波澜壮阔的宇宙投影面前 开始跪在地上战斗了 他们规则脉络碰撞之地 天地犹如废纸炸开 日月大星跟着猛烈摇动 完全是一片末日景象 足以毁天灭地 东 然而 极致沉闷的声响炸开 犹如某种定律影响了大宇宙 在使人惊恐的目光中 大宇宙的投影彻底失效了 军天与背后的法相 犹如鼻祖称开了这片世界 开 一声大吼 军天黑发如扑如扑 谋如冷电 挥拳压来 扭去了整片宇宙规则投影 让其塌裂 残破 甚至开始坠毁 这一拳犹如贯穿了万古长河 打出了军天鼎盛战力 血冲消汗 轮回脉络通天彻地 怎么可能 两位女骄鹅毛骨悚然 人族麒麟子是代誓弟子不成 竟然可以打垮这等弟子路显照 看起来太不正常了 时代变了吗 不知名的弟子大道 胆敢挑战大宇宙之权威 真够可笑的 神文周在这等局面依旧平静 道 大概明白了 人类族群掌握规模较大的宇宙文明 并且在那片世界生存 发源 但是你们 与当下宇宙的环境毫无瓜葛 你们 更可以是做域外文明的入侵者 看来人类族群在宇宙已经失去了根 都是一些个孤魂野鬼 未来这片宇宙毫无你们立足之地 面对神文周的评价 军天冷漠开口 我很喜欢你桀骜不寻的样子 希望你可以一直维持住 无知 看来你们的族群已经不存在完整历史以及传承 对于宇宙核心的了解 更是严重落伍了 神文周摇头 无比的自信与从容 在他立身之地 纵然大到脉络破裂 依旧高高在上 轰 神文周猛的腾起大手 伸展到域外 摘掉一颗星体 壮若灰蒙蒙的棋子 见射出恐怖的光晕 伴随着远古而来的喊沙声 这是无比另类与特殊的禁忌绝学 以星空为棋盘 抓来的星体顿时漆黑如墨 随着宇宙黑子落地 挤满苍穹 当然不仅仅一颗 神文周不断抬起手摘掉星体 亦有着月亮从天而降 演绎而成白子隆隆而来 最终这片战场的格局完全不同了 黑白二子 壮若上苍在这里下棋 欲要震杀军天 机械圣甲军天断鹤 偌大的星空震荡起来 在规则奥义的牵引中 星空疑似爆裂 化作无穷的甲片 全覆盖军天肉身 等待机械圣甲成形 军天身躯庞大绝伦 冒出禁忌光雨 全盲通天彻地 打抱一颗接着一颗棋子 冲杀神文周 极为棋子 就老实待在这里 任你万般神通 无以其道破之足够了 大宇宙其人辈出 神文周正在施展出无上神通 演绎曾经推演出的完整残局 这片世界竟然形成了血色棋盘 规则脉络亿万 神文周立身在棋盘之上 神通广大 接连台起大手直动日月星斗 无比冷酷在这里下棋 欲以其道镇压军天 你个小逼崽子可真够威风的 给我滚下来受死 再给我避避 老子剥了你的皮 军天拔地而起 面对漫天轰弱的各类棋子 天眼通与顺风而开启 刹那间穿云破雾 各类璀璨棋子接连贴身而过 老仙两大看家本领绝飞书笑的 境界越高施展出的威能越强 天眼通与顺风而赋予他 把握战场大局的威能 轰 军天的身影冲破硝悍 即将逼近神文州的时刻 血色棋局隆隆作响 迅速放大 看起来越愈发真实了 他们立身在棋局世界 化地为界 像是黑棋与白棋在相互战争 战场规模改写 犹如坠入特殊的时空层面 展开大对决 沙阿 母舰工厂的大战全面开始了 机械大军对决神族朱强对轰 喊沙声滚滚 波及层次广阔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至于血色棋局笼罩的世界 神文州副手而立 似在这里与真仙对弈 他还在继续落子 以日月大星为奇 每一次落子 聚想震天 犹如一片世界在幻灭 血色棋盘蔓延出的沙发 持续浓烈 以天地为棋局 演绎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手腕 横扫千钧 这是神文周寅以为傲的根本 真仙都赞不绝口 认为缔造出了新的战斗姿态 无痴迷其道 日月如此 但对于麒麟子你而言 就是无量磨难 不要以为掌握过硬的弟子路 旧 神文周平静的话语未曾说完 血色棋局景象怒变 万道光芒画过苍穹 照亮诸事 壮若巨大圈轴铺展开来 轰隆 棋局内电闪雷鸣 万寿奔腾 日月道悬 山川大地浑厚壮阔 犹如回归到了开天年代 万物滋生 壮大 棋局的景象短时间恐怖万倍 轮回大道改天换地 影响了整片棋局 倒映在神文周的精神噬海 让他端是失去掌控痊愈的能力 翁 导致力无限狂飙 望穿了一层层万道规则脉络 窥伺本质 轰隆 等待他的精神世界底灵轮回源头 耳畔传递而来亿万浪涛生 轮回定律转动起来了 万道凋敝 大势轮转 黑暗寒冬来临 像是亿万冰川 葬送诸事 世间起源道路灰飞烟灭 神文周顿时不寒而栗 认为体内的大道路熄灭了 真身在黑暗寒冬里面老去 下棋 还下什么棋 我忍你很久了 正是拳硬跟着压来 源自于轮回核心的紫色身影 吼动了整座棋盘 举拳轰天 强势逼向了神文周的美心 吼 神文周猛的怒吼 金色长发乱舞 血脉沸腾起来 透出大片黄金气血 征腾而起 笼罩他的身躯 犹如不灭大日高悬 这一刻的他黄金炽热 犹如神族真君转世归来 由内而外 蔓延出横贯万古长河的威压 腾起大手抵住了军天的权硬 竟然逼出了我的血脉 你的道路值得深究 神文周面孔威严 体内黄金气血持续蔓延 恍惚间 有种横霸九天十地的威压诞生了 震动军天的身心 那时 他有些心惊 这等无上的压迫源自于神文周的血脉 似沉睡的先王醒来了 立身在开天年代 审视着盛世乾坤 这等威压 这等风暴 犹如历史长河绝体 轰落在军天的身心 灵魂遭遇了压制 身躯不由的战斗 位下磕头 神文周背负双手 话语轰隆 四宇宙之王在这里宣读军天的命运 要对峙强者绝对的礼敬 参拜行大礼 你算个屁 我就是祖宗 军天怒法冲冠 满身恐怖的压力 在他沸腾的轮回脉落世界 将其隔绝 如同立身在另一片世界 开天辟地 轰隆 军天体内的生命 精血如海啸 背后没有过硬血脉与源头 仅有他自己 轮回宇宙绽放 壮若全新的文明成形 隐约冒出禁忌光泽 挡住了源自于神族 这强血脉的压制 元神雨化登仙 吼动星空 沙 军天 仰天 大吼 举全轰天 活生生 砸烂了血色棋盘 神吗 神文周吃了一惊 刹那尖辉全阁挡 壮弱金刚灼 狂暴转动起来了 硬生生震碎了这片虚空 逼向军天 轰隆 但是军天压来的权硬太胜烈了 浓缩着弟子脉络 壮弱巨大的阴阳于高悬 牵引着天地大势 四辖着一片星空 威力绝伦 打得他拳头轰鸣 金刚灼投影爆碎 吭射大片的鲜血 领导们不批架 还要求爆更 最苦还是打公仔 爆发吧 第1304张仙魔棋局 神吗 殿下 不 这不可能 母舰工厂的厮杀激烈无比 大规模的热战全面爆发 神族的精锐短旗挡住了 傀儡大军的进攻 依靠各类母舰组建防御要塞 神族强者认为 只要神文州殿下镇压了麒麟子 胜出自然属于他们 然而现在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神文州布置出的血色棋盘 硬生生被军天的权硬给捶爆了 其道 毕竟源自于九级闻名 麒麟子的反击超出他们的预料 轰隆 紫色身影散发出汪洋般的波动 威震还宇 横杀而来 一拳头震的神文州拳头流血 都要爆碎 这让他们集体恐惧了 士气严重降低 心目中无敌与从容的神文州 岂能敌不过人族麒麟子 难道人类族群 已经诞生了代式弟子布成 混账 神文州批散的法司乱武 被打出了真火 一声大吼金色波纹滚滚 形成了连衣风堵压来的紫色身影 他的心情更为恶劣 军天绝对掌握某些底蕴 否则岂能隔绝神族至强血脉的压制 你能挡得住第一次 还能挡得住第二次吗 神文州怒发飞扬 凝望着撕裂阴波纱来的紫色影子 体内血脉沸腾起来 投射出无比刺目的神王 豁然尖拔地而起 轰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 浩大的金色能量蔓延而出 神性光雨如海 渲染的外太空黄金灿烂 似成为了神圣国度 神文州的血脉极致爆发 蔓延而出的规则涟漪 凝聚而成一道模糊与巨大的身影 挤满了心海 壮弱中神之主 他如先王高悬九天 朦胧身影大致无穷 完整显照出旧宇宙核心投影 带着恐怖无边的威压 俯视诸式乾坤 四鼻祖 老祖 神族大片强者忍不住封吼 激动若狂 体内的血脉都散发出欢呼声 神文州的血脉呈现出的规则显照无与伦比 都要召唤而来元祖震杀恶敌 麒麟子 你挡得住吗 神文州龙行虎步 神威更胜了 祖血沸腾出的规则脉络 形成了吞天的黄金漩涡 笼罩了军天的身影 给我跪下领罪 他断贺 四元自于开天年代传来的话语 漩涡内的身影犹如禁忌先王 沐浴诸天之血 统御亿万族群 我为轮回之皇 何须向他人借力 虚妄不实的东西 给我散开 军天吼声如雷 身影纵然暗沉了 但是他的弟子路依旧赤声滔天 隐隐在无上的压迫中 要凿穿禁忌领域 杀遍古来弟子 轰 军天冲杀 带着滔天杀意 万般神力南瓜肉身 己身无敌 横霸九天 轰 在神族成员恐惧的目光中 军天完全不可控 犹如鼻祖 战仙 战血沸腾 打出巨大的阴阳鱼 化作他自己 挤满了黄金漩涡 怎么 可能 女娇额恐惧了 军天的背后没有强硬巨头 没有超级血脉 唯独他自己的弟子路 他自身的法相 这是什么 纯野生的盖世弟子吗 哼 最终 军天的权硬震动了黄金漩涡 打出更为凶狂的一拳 逼向神文周的本体 阿沙 神文周怒法冲冠 过往的时代 他对敌 胸怀大局 齐力压人 真先都赞不绝口 认为未来定能引领时代潮流 成为祈道界的鼻祖 但现在的神文周 法司踢散 身躯带着血 招式大开大合 犹如野兽在向前展开猛攻 与祈道严重脱轨了 当然他的战力很恐怖 每一级都撕裂虚空 双拳并用 壮弱金刚卓打猎乾坤 攻击力无比身亡 金刚卓与乾坤圈 乃是神族引以为傲的禁忌至宝 神文周已经将金刚卓的规则傲益全面掌握住 推动大规模的杀伐秩序 疑似亿万金刚卓横空 小道尔 军天的风采不减当年 人皇天威浩荡 没有任何花俏手段 轮回脉络释放 四话道笔沟通天地大势 整片星空在围军天闪烁 星河秩序形成机械圣甲覆盖肉身 万丈身躯顶天立地 引动星空轰鸣 显照千丝万缕的星河脉络 这是气吞星海的大威严 掌控战场 雄姿伟岸 向前进行轰杀 轰隆隆 军天河等神勇 似太阳星君下凡 推动的星空本源千变万化 短时间打得神文周节节败退 双拳流血 全面暗沉 要败亡 甚至 漫天金刚卓的投影显照 全方位崩碎 天上地下再无神文周的任何规则脉络 人族麒麟子 未免太恐怖了 有神族强者都被喝破胆了 老祖宗的血脉后裔 就这样被压着打 神文周正在面临生死凶险 但他们无法与族群取得联系 神文周被打得有些绝望 神觉遭遇了影响 有些力不从心 无论施展出什么样的手段 始终被压制 后 轰然之间 神文周额骨闪烁出古老印痕 犹如仙魔纹理交织蔓延 散发出无量杀法 让人犹如置身在远古战场 九集文明至宝 断然可以震遂人族麒麟子 胜利依旧属于我们 有神族强者忍不住低吼 这让军天瞬息间警觉 神文周精神是海透出冲天杀气 都渗透到了他的骨血里面 有些不寒而栗 这是什么器物 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兵器 仅仅是普通的黑白棋盘 有着些许苍凉器 上面的黑白棋子 隐隐带给军天致命威胁 禁忌至宝 军天浑身冒含气 神文周竟然掌握完整的禁忌至宝 仙魔棋局 审判众生 神文周低吼着 动用了超级杀手锏 棋盘蔓延无量杀法 短暂时间违规了 纵然无法彻底打出 仙魔棋盘真正的伪力 毕竟需要棋盘制衡 机械文明的环境压制 微能就这样丧失了九成 但尽管如此 那黑白棋子转动起来的时刻 气息爆发到了极致 搅碎苍穹 硬生生碾碎了漫天大星 这太霸裂了 那些星体被黑白棋子边缘擦中 硬生生四分五裂 不好 军天大叫一声 与神文周兵器对抗的轮回 仙铁棍回归 状态飙升到了极限状态 麒麟子 你没有机会了 神魔棋盘挤满穹顶 黑白棋子轰落而来 具备些许竞技至宝战力 可以形成无与伦比的打击力 轰隆 这片世界走向了毁灭 轮回脉络都被撕开了 面对轰来的黑白棋子 军天以轮回仙铁棍抗衡 遭遇了反阵 身躯乱颤 毛孔流血 阿沙 军天低吼着 无比狂暴武动轮回仙铁棍 格党轰杀而至的黑白棋子 身躯接连遭遇无上反阵 若非仙铁棍足够强硬 他已经没打没了 轰 接连树众进攻 无边压力遮蔽肉身 军天速度跟着缓慢 最终有棋子擦过他的肩头 扑斥一声 麒麟体兵都崩出大片裂口 冒出血光 军天面孔猙獰 胳膊差点烂掉 若非霸主脉络笼罩肉身 他恐怕真的会死 哈哈哈哈 麒麟子你完了 九级闻名至宝 你如何制衡 还敢做局杀我们 了解我们神族的强硬吗 神族成员都要狂欢 黑白二子的攻势欲发凶猛 接连轰落 打得军天身躯流血 体兵破裂得越来越多 鲜血洒满大地 无知的爬虫 看来今日注定是大获全胜 不知二叔有没有走通残局的下一手 我的行动力还是太快了 神文周傲立在神魔棋盘之上 灿烂笑着 若非需要制衡文明的规则压制 以仙魔棋局的强横层面 一个照面就可以打爆军天 麒麟子 不要挣扎了 能被九级文明至宝镇压 是你的荣幸 神文周以神念 掌控一系列的棋子 对着军天展开最终的毁灭 轰隆 漫天棋子 像是划过文明长空的大片彗星 军天感到了致命的死亡威胁 无法匹敌 但是他突然咬牙 暗骂自己愚蠢 仙魔棋盘是可以违规 八号棋不是更能违规 翁 金色法眼开启 赋予军天超级神诀 他的瞳孔完全变了 似乎观测宇宙星海的超级法眼 面对迎面而来的仙魔棋子 他们的速度无限降低 纵然打击力依旧变态 但军天已经具备应对手段 可以避开仙魔棋子 轰 军天提着轮回仙铁棍 驾驭麒麟法相 腾空而起 各类仙魔棋子贴着他的身躯 嗖嗖而过 纵然压力依旧惊世 但是对于军天在天神领域 都可以横渡天神山脉的极限飙车王而言 依旧完美过关 你 神文周正在等待胜出 这一刻从头梁到脚 燃血的身影冲出仙魔棋子笼罩的世界 提着轮回仙铁棍 向着他轰杀而来 神文周的思维有些僵硬 砸来的鲜铁棍已经极致复苏 电火时光间逼近了神文周 就你有至宝 老子才是违规之王 军天大吼 巨型铁棍汹涌来袭 影响的神文周双眼发黑 灵魂战动 想要复苏与爆发 但却做不到了 纵然 他的镯子压来救援 但是被焚烧的机械之星 硬生生震飞了 轰 毁灭一击 就这样砸在神文周的脑瓜子上 纵然有一系列的宝物镇守 爆发 沸腾 以及弟子脉络全覆盖肉身 但是根本挡不住轮回仙铁棍 啊 天灵盖呈现 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眼球跟着爆碎了 脑瓜子严重变形 身躯从鲜魔棋盘上跌落 不 他恐惧到了极点 还没有记录 还有其他手段可以动用 不过他没有机会了 巅峰大战稍有差池 等待他们的救世生死盗销 等待军天俯冲杀来 神文周准备的底蕴都未曾进行启动 燃血的大铁棍强势逼近 将他的身躯硬生生打爆了 呼 漫天都是鲜血烂肉 胸怀大局的神文周 接触九级文明传承的天之骄子 就这样买骨异地 隐恨在麒麟子手下 第1305章人族大军出征 大片血雨挥洒 一代天之骄子 胸怀大局 原本傲力在鲜魔棋盘上 净等军天落幕 结果就这样终结了人生 买骨异乡 可悲可叹 喷射出的黄金血光 汹涌蔓延着 残存着海量的盗运 规则脉络 神圣物质 乃是超级大补之物 同样 伴随着违规及世界崩塌 暴射出大片的珍宝 吞霞吐厌 宝光如海在蔓延 刺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沙啊 这片世界的厮杀依旧在 神族与机械族大军的血拼 彻底白热化了 可以看出神族的伤亡 越来越惨烈 母舰全面查呈现 但是今时今刻 任由战场怒用的风暴在惊人 都比不上神文州 突然间被打爆来的震撼人心 殿下 啊 这怎么可能 神文州殿下没了 死了 不 我相信 老祖宗的嫡系血脉 整日与真仙对弈的殿下 岂能这样没了 我不相信 人族麒麟子 岂能打爆老祖主的后裔 不 满世界都是震惊的风吼声 神文州的亲信完全疯磨了 眼眶紫冒血 恨欲狂 神文州的身份岂能事实风 他们可以媲美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军天出道以来 斩杀的敌手来历最为尊贵的 神文州的前职无需多言 老野胸怀格局 万习的事碰到了北极狠人 不仅陨落在这里 竞技至宝仙魔棋盘跟着仪器 源自于九级文明的宝物 都可以在这里短暂违规 可见价值 不过 军天伤势惨烈 满身鲜血 刚才仙魔棋盘对它构成的威胁太大了 若非掌握八号进行破局 这一战真的是生死难料 当然 现在不是养伤的时刻 燃血的轮回鲜铁棍散发出庞大的吞吸力量 将神文州残存的倒物质 吞噬到机械之心里面 进行封存 军天还是有些不放心 开启八号在这里审视 确保神文州真的死掉了 嗯 军天眼底闪出异色 金色法眼扑捉神文州的残魂 裹挟着奇异的莲花光泽 正在神不知鬼不觉逃离 好手段 若非八号法眼洞悉力今世 还真的被你的残魂给逃掉了 这对军天的触动较大 世上的眸光横过苍穹 居高临下审视着神文州的残魂 带给他战力的精神压迫 我要活着杀出去 神文州七力大吼 镇守他残魂的莲花规则 冒着神圣光雨 隔绝了法眼振折 向着机械牵引区域接近 因为莲花规则的原因 封锁那片区域的傀儡大军 都没有看到神文州的残魂 殿下一定要活着杀出去 神文州身边的两位女娇鹅 眼底闪出绝燃 他们横空爆发 身躯自主焚烧 建设出完全不同的属性物质 但却完美融合在一起 壮弱及阴急扬载交融 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脉络 封锁军天前进的道路 祭出一系列的杀手锏展开阻截 都给我滚军天然血的法司割裂长空 全身沸腾出超级规模的打击力 字画阴阳语 向前俯冲 撞滥了他们姐妹演绎的封锁秩序 呼 这对美丽清纯的女娇鹅 接连横飞出去 砸在血泊中 大口咳血 一时间恐惧到了极点 这两位能在神文州身边长期侍奉 手腕相对于京士 连骑手来短时间都形成强大的镇守力量 主要是他们的体质特殊 但是打出的规则脉络对于军天 毫无意义 等待他们满脸痛苦爬起来 发现军天的轮回鲜铁棍 已经砸烂了神文州的逃窜区域 啊 一声惨叫 神文州的残魂炸开了 军天震动的是 笼罩神文州的莲花脉络 犹如至高无上的圣莲 笼罩住他破裂的残魂 竟然帮助他重塑了 军天赶到匪夷所思 这是什么规则脉络 竟然蕴含再生功效 掌握了他岂不是可以不死不灭 焚世圣莲 牛的吼声网地传出 看来真的按住了大块头 这竟然是焚世圣莲的部分规则 牛魔王快要穿越最终的洪荒漩涡 接近工厂核心世界 他对于焚世圣莲当真是如雷贯耳 隶属于神族最强的禁忌至宝 有资格接触者 都是神族最恐怖的险外族人 就连神流焉都没有资格接触焚世圣莲 可见宝物强横到了什么层次 只不过牛魔王对于灭世圣莲的了解非常有限 但是他清楚 如果这一战在外界进行 神文州遭遇生死危险 完全能启动蔑世圣莲的规则秩序 与至宝本体建立联络通道 到时候可不是斩杀了 而是被强势反杀 牛魔王万喜的是 焚世圣莲的部分规则 刚才被军天打得残破大骗 否则以特殊手段将其封印住 未来交给老仙 或许可以探测出大概规模 人族麒麟子 你胆敢斩杀我 我族不会饶了你 盖世弟子齐出 你断然死无葬身之地 神文州凄厉惨叫 没想到最终一败涂地 还丢了禁忌之宝 这让他恨欲狂 很遗憾 你的死与我无关 军天的话语犹如地狱中传出来了 这让神文州绝望了 是啊 军天控制了母舰工厂 这件事是机械族干的 神族恐怖的血脉后裔 陨落在八级巅峰文明指挥官 貌似合情合理 轰 轮回鲜铁棍轰落 磨碎了漫天残魂 那些莲花龟则跟着烟消云散 确保没有任何残留物 现在他真的忌惮这等未知宝物 殿下 你这个魔鬼 看着这些血淋淋的画面 神族成员绝望嘶吼 心头气血 难以接受 无法释怀 有人失声痛哭 神文州的陨落 等于让神族陨落了一位元真仙 老祖宗都会心疼 哈哈哈哈 军天仰天大笑 他这一生斩杀的敌手不知反几 脚下他的就是群蝶的尸骨 这一刻感受到神族这些强者的绝望 然而他有些沉默 昔年的人类族群崩塌 又该是何等绝望 一战全灭 杀 军天浑身杀意更胜 调集大批傀儡大军 这片基地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一片湿山血海 预示着神族不仅损兵折将 还丢失了母舰工厂 有些不安 洪荒及母舰内 神昆鹏正在沉着连等待神文州和他通气 他有些不安 母舰工厂似乎出事了 只不过他没有确切情报来源 就算和母舰工厂联络 也迟迟没有答复 这时间神文州一脉的强者 亲自联络他 昆鹏老弟 母舰工厂遇袭 不过你先别紧张 是机械大军干的 神文州殿下固然有解决的手腕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有必要和你说一声 从母舰工厂最先发生意外 神文州固然没有智慧神行一脉 但是对于家里还是需要报备一二 亲自发布消息的老者 陈生道 文州殿下较为看重颜面 虽然我不怀疑他的能力 但还是希望施以援手 最好隐蔽些 接收到这些传讯 神昆鹏勃然大怒 母舰工厂已经出现意外 还不要紧张 他恼怒的是 仅仅为了神文州的颜面 竟然需要遮遮掩掩 暗中营救 荒唐 太荒唐了 神文州的面子是面子 族群的财富就不重要了吗 一旦母舰工厂发生意外 丢失了 神族将要错失最恐怖的战争平台 未来资源挖掘 与巅峰族群博弈 将要失去先机 已经牵扯到族群最高利益了 而神文州一脉的强者 为何信任神文州 主要还是因为九级文明至宝 可以短暂违规 就算遇到难解的问题 也能全身而退 相反 他们更为期盼 神文州可以挖出 机械族文明指挥官 老祖宗的血脉后裔都去了 行动力肯定强硬吧 显然他们这一脉 对于神文州无比自信 就按照他的意思做 洪荒及母舰内 有神族强者沉生道 母舰工厂不是出事了吗 也是神文州负责的 现在我们不要管这些事情 他们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最终出了事 与我们无关 言之有理 神坤鹏点头 启动母舰信号源 里面开辟了共用情报区 任何成员都能在情报区阅读 接受任务 了解资源地情况 神坤鹏长老发布消息 让我们过去持缘 这是遇到什么难题 怎么没有戏说 这是号召我们过去的意思吗 可是母舰工厂不是神文州接管了 情报区一片骚动 突如其来的救援行动 没有命令的意思 看起来很诡异 远在中部区域 神行天留意到了情报 并且还有神坤鹏跟着发布而来的密信 母舰工厂遇袭了 我低青阳 老子差点被锅 阅读完毕密信 神行天起了一身白毛汗 内心的怨念瞬息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忍不住都要大笑 机械族大军洗沙 因能是虎头十尾 老子都被撵走了 还要调派老子 他神文州要面子 我不要面子了 你们说说是何道理 我要是真的回头持缘 回头到缘兄弟还不得吃笑我 神行天冷笑 接着他对跟来的随从低于几声 神行天殿下呼朋唤友 去了一片危险区域探索 这位元随从心领神会 在情报共用区域发布这样的消息 为神行天告假 但陆陆续续的 有大批神族成员启程前往 一批满世界搜捕人族麒麟子的母舰 就这样踏向了龟城 跟着搜索麒麟子踪迹的各方强者 纷纷惊勒 神族一连串的迷之操作 有些看不透 似乎在争掉兵马 之前 从贸易区冲出来的几十艘母舰 已经无影无踪 而人族麒麟子仅仅昂花一现 目前下落不明 听说人族麒人的竞拍开始了 价格即将超越十万机械园石 空族看样子势在必得 不知最终花落谁家 我也听说过了 据说有来历通天的恐怖头子 似乎拿出了地道天物 开什么玩笑 人族麒人还能视弟子不成 太梦幻了 世人岂敢相信地道天物 据说竞拍者仅仅提了一嘴 森罗拍卖会的成员都不敢相信是真实的 散修界控制的资源区到底挖出了什么宝藏 反倒是有全新的消息传出 疑似挖出了价值正式的文明宝藏 据说各路巅峰族群的洪荒及母舰 探索到了异常汹涌的能量政府 疑似指向洪荒及母舰的动力源泉 这促使着大规模的强者逼向散修界掌握的资源地 一场热战将要来临 毕竟西年 因为文明遗迹瓜分问题 散修界暗中搞事 当时各路巅峰势力弟子已经放话了 要来一场大清洗 如果决战地点定在那片资源地 接下来的写听断然无比残酷 道友真的舍得啊 你能拿得出十道地道天物 呵呵 谁姓 贸易市场 纵然大批强者去了散修界资源地 但是森罗拍卖会依旧强者如云 氛围较为压抑 以至于森冷 许多强者眼底沙光滚滚 突然提及以地道天物交易人族利人的神秘强者 触动了他们的神经线 甚至 拍卖会中场休息 肯定是拍卖会的强者在暗中与神秘强者接触 空族诸强面孔英尘 原本已经成功在望 结果突如其来的搅局者 打断了他们的部署 反而神文周留守在这里的随从 很是焦急 殿下断然要回购红孝南 但地道天物都出现了 如何回购 相反他们坚信 殿下更需要地道天物 红孝南面孔呆滞 双眼无神 纵然她是从湿山雪海中爬出来的女战士 但就这样成为货物被相互竞争 压抑的内心让她开始自闭 她战斗着 咬破了嘴唇 眼睛里面泪水打转 恨不得死去 但却做不到 轰隆 树底 天际镜头 呈现一座战争大门 冲出大天兵马 像是跨越远古战场的神魔 甲昼正亮 惊雷滚滚 沙光如海蔓延 沙啊 冰进贸易市场 踏平森罗拍卖会 欺如我族 神族的狗崽子 你家爷爷我们都来了 都给我纳命来 沙 学习贸易市场 惊天动地的吼声炸开 嘶吼声震天 漫天甲兵横冲 很突然 号召战者 吹动号角 战鼓列天 第1306章人族第三位弟子 这突如其来的景象 让世人站立了 压来的杀气让他们窒息 发颤 整座贸易市场 都被战争风暴淹没了 呜呜 上鼓号角吹响 深圳九天 像是沉浸千万载的战争号角 在这里吹响 投射出巨大的真笼 吼碎星空 轰隆 天地间景象大变 战争之门 宏大绝伦 壮弱无量星海 禁忌之门 冲击而出大规模的铁甲士兵 南尼老少皆有 使着各式各样的兵刃 喊沙声滚滚 震哲敌胆 苍穹都炸开了 有人洪水猛兽过境 怀着玉石巨坟的决心 要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 为族群而战 为族人而战 沙啊 呐喊沙声 震动了整座贸易市场 蔓延出让人站立的威压 犹如宇宙星海在这里泄洪 大片母舰都在发颤 天哪 人族竟然真的攻来了 千万载岁月过去了 人类族群到底在什么世界生存 真的是有些匪夷所思 世人惊恐大叫 纵然仅有五千甲兵 但是每一位都气血滔滔 不朽神光绕体 踏破河山 像是闯出炼狱的神魔战神 这是真正的精锐 闯荡在宇宙边荒 厮杀在宇宙秘境 饱经困苦 怀着重镇人族一脉的信念 皆是身经百战 他们持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闪烁星河神光 勾动外太空 轰落而来海量的星海物质 淹没各自身躯 壮若星空战神 这是精锐中的精锐 无论冲杀到哪里 都可以血洗星空 咕噬 贸易市场通道区域 大片强者硬生生被撞飞了 在虚空中爆碎成为烂泥 铁甲洪流就这样冲杀而至 轰 同时间 十几个星元炮启用 跟随横空的十几艘母舰爆发 火力全面盛开 要捣回整座贸易市场 区区数千士兵 也敢闯进来找死 给我杀 拍卖会继续进行 我倒要看看 人族部落到底可以杀出来多少强者 呵呵 如果仅仅区区数千残佈 人族可以宣告结束了 菜族这些势力的强者 从短暂震撼中回神 暗中准备的底蕴陆续盛开 大规模母舰开火 成群的强者铺天盖地杀来 呜呜 号角声散发的音波愈发的震耳欲聋 凝聚出的真龙背负星海 昂首吞吼 发布战斗指令 结阵 杀 数千甲兵 气息轰然间大变 散发的能量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巨大无边的星海 淹没了外太空 一时间恐怖无穷 八 这等超级战阵 宇宙霸主来了都要绝望 大片反杀而来的强者恐惧 他们在操练禁忌绝学 犹如沉睡的无量大地醒来 毁灭他们的身躯 旁观者惊恐 师生 无量星海 人族无量一脉 昔年是人族的主力大军 混账 给我杀 杀 羽族这些势力的强者脸色当即变了 这是真正的主力 以竞技绝学演绎阵法 外太空都轰落而来庞大流星雨 伴随着各类母舰进行冲锋 红主一脉来源 就在热战开启 各族强者冲向无量法阵的时刻 一声积压的怒吼传出 壮若洪水崩天 群雄为之心颤 轰 反方向压来身影 热血在沸腾 精气神在咆哮 犹如梅家的孩子找到了归宿的 冰着无量一脉原兵 热泪盈眶 红主一脉来源 他继续大吼 法思乱舞 身躯魁 壮若红主转世归来 持着方天化己 单凭侧面都给人无比凌冽霸气之感 乌乌 战争号角吹响 在回应魁梧青年 无量法阵警跟着狂暴了 数千甲兵嘶吼着 攻击力更为猛烈了 天哪 人族第三位弟子就这样问世了 贸易市场轰动成片 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中 他的身影画过长空 持着沉重的方天化己 隐声声将运输母舰给批出大裂缝 神族的狗崽子 纳命来 魁梧青年气吞虎狼 血性十足 背后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景象 似洪荒大势盛开 源自于人族的禁忌绝学 淹没了残破的运输母舰 让囚在里面的红啸男激动爬起来 双手抓着囚龙 激动尖叫 族群强者来了 正上的弟子路 男妹 红星第一眼就看到了红啸男 面孔猙獰 逼吼着 杀 红星嘶吼 背后浮现出亿万神火界 层层叠加 蔓延 最终汹涌无边 烧死了大片在这里竞拍宝物的起源者 这是源自于红主之邪的愤怒 无穷神火界 交织而成混沌火光 烧塌了虚空 蔓延运输母舰世界 都得死 红星满腔悲愤 不敢想象这些年红啸男经历了什么 因为曾经他们都觉得 族群未曾逃出来的强者 都死在部落 原本 他直伏在暗中 忍着仇怨 本想着能和麒麟子汇聚 联手撕开一个口子就走红啸男 没想到等来了无量一脉 哈哈哈哈 人族第三位弟子出现了 好啊 货主的计谋相当高明 就这样成全了我等 他掌握红主开辟的禁忌绝学 断然掌握红主缔造的金石篇章 还有外部数千甲兵 源自于无量一脉 与族这些势力的强者 纷纷站起来又怒又笑 他们犹如一群野兽 面孔森然 在神火笼罩的世界淡然自若 一副掌握全域姿态 陆续 有穿戴霸主体兵的强者站起来 十足这些势力的强者无比高兴 开怀大笑 这里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 他如何逃的 当即 几十位穿戴霸主体兵的强者 各自大手 壮若垂天之云 带动异常沉重的威压 开始向着红星强势逼近 轰 红星掌握特殊文明宝物 背负呈现一双巨大的火焰翅膀 刹那间穿透一层层时空 以诡异的速度接近黑暗牢笼 杀啊 与此同时 大片红主一脉的强者跟着冲杀而出 数千士兵生命生命精血滚滚 组合而成超级战阵 压向残破的运输母舰 惊天之变让人触目惊心 人族一脉上万大军就这样杀来了 热战已经发生 整座贸易市场请客兼千窗百孔 星哥 你快走 不要管我 红笑男放声哭泣 黑暗牢笼以禁忌材质锻造成形 根本不可能打猎 甚至 牢笼已经飞向了苍穹 其间任由红星如何以方天化几进攻 紧紧冒出大片火星 无法将其震开 呵呵 鱼儿上钩了 神文周的清醒 掌控黑暗牢笼 拉动一条虚幻锁链 促使着牢笼回归旋于苍穹上的母舰里面 南昧 刘夏 红星怒法冲冠 拉动滔天神火冲销而上 然 拍卖会这里强者如云 残破的运输母舰已经彻底被战争阴云笼罩住了 运输母舰内 还直伏着一批精锐 成群冲击而出 将他们限制在残破的运输母舰事件 新歌 快走啊 呜呜 红笑难哭泣 红卓眼睛大叫 以目前的局面 纵然神族这些势力大片强者撤走 但以现在的规模短期间岂能覆灭 闪电战一旦失败 接着钥匙被他们咬住部队 围困在里面 后果不堪设想 立刻给殿下发去消息 说计划按照他的推演进行中 如果他那边顺利的话 还能欣赏到人族强者垂死挣扎的美景 神文州的亲信稳坐在母舰内 目前贸易市场已经陷入战火世界 很快有大片强者来源 围攻 歼灭人族残佈 两大超级战争是离谱 但还没有强硬到了 可以横推一切的层面 他已经预感到了人族残存的主力将要全灭收场 沙阿防市区大战开启 各路通道都有强者镇守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将人族大军按在里面 等待援军杀来 完全可以全部歼灭 人族麒麟子来也 豁然之间 震天动地的吼声传遍战火世界 震耳发聩 让两大超级战阵内的成员仰天怒笑 一枪的热血沸腾到了极致 呜呜 号角在吹响 战鼓在泪动 喊杀声大震 轰隆 他们显得更为疯狂了 上万甲兵凝练出族群一致 星海在咆哮 火戒在翻腾 犹如两大宇宙巨人吼掠星空 碾爆大片起源者 一战全灭 仰我人族之威 杀 麒麟子无敌 踏平贸易市场 麒麟子就这样横空问世 促使着战场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折 人族两支大军士气暴涨 杀意无边 轰 残破的运输母舰 储藏宝物的区域 就这样跟着炸开了 军天阀体 穿戴石锋的昆鹏体兵 踏出已惊血流长河的宝库世界 哈哈哈哈 军天一声大笑 拔地而起 撞弱盖世昆鹏 为额如月 蔓延出的弟子脉络 汹涌浩荡荡 穿漫天战争风暴 踏向苍穹 麒麟子杀来了 许多情报官机动记录 军天雄资者人 持着银色雷锤 喷射出亿万雷霆风暴 撕裂了大片腾空的强者 云母舰 天啊 这是拍卖会的压轴质宝 机械族的文明宝物 机械雷锤 是根据禁忌绝学锻造的文明宝物 范云失声 刚才麒麟子趁乱森罗拍卖会的江宝库给劫了 五更 诸位道长求票支持 今天五一 青天带两个娃娃出去玩了 第1307张狂野的救援行动 机械雷锤 古文明宝物 根据禁忌绝学的规则奥妙锻造成型 银色雷锤散发闪电印痕 密密麻麻的闪电条纹 四禁忌脉络在自主流淌 军天穿戴昆鹏体冰 银 持着巨大雷锤 冲出残破的运输母舰 踏碎苍穹 全身雷霆之光璀璨次目 轰 这口雷锤蔓延出令人心颤的雷霆之光 缓缓形成了雷电漩涡 遮天蔽日 苍穹完全黑暗了 乌云中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 带动着傍驳雷光 推枯拉朽 撕裂乾坤大地 开始在这里毁天灭地 沙 军天可以感受到机械雷锤的恐怖 舞动起来雷霆亿万军 轰爆了大范围接近他的各路起源者 打得苍穹崩出巨大的窟窿 世人不由的惊悚 看到一艘宇宙母舰 都被冒出的雷霆之光打裂了 沙 人族在战玄黄 沙血为势 沙境外敌 人族两大战阵 上万甲兵 红卓眼筐子 忍不住嘶吼出声 满腔热血猛烈澎湃起来 犹如被神魔附体了 神永不可倒 轰 大片建筑物炸开 无量法阵赤声盛开 撑开了另一片战场 数千甲兵 天灵盖吐出粗大心灰 蔓延出永恒不灭物质 交融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尊身影 壮若无量大地 所向避逆 大片建筑物与敌军都被气势压爆了 沙 人族无敌 红主战阵传出激烈的呐喊声 族人们的血液都焚烧起来 撑开了另一片时空 亿万神火焚烧起来 数千甲兵气血滔滔 像是踏过域外而来的火焰战神 蔓延出如海的规则纹理 蒸腾而起 在天穷密密麻麻交织 在世人恐惧的目光中 红主战阵映照出的身影 似高居宇宙核心 俯瞰大使称尊的先王 睁开一双灭世法眼 无量战阵与红主战阵 相继撑开了战场时空 带着冲天的沙翼 踏碎群敌 神勇不可挡 沙啊 他们的祖穴都在沸腾 精气神在咆哮 完全封魔了 两道铁甲洪涛划过战场 嗖嗖的 绞碎大规模的强者 在过往的年代 他们从未抛头露面过 隐藏在暗中成长 没有人知道他们 犹如幽灵徘徊在宇宙边荒 经历漫长的孤独与煎熬 但他们在等待召唤 不相信族群就这样极灭了 今时今刻 他们的足血沸腾到了燃烧起来 带着满腔的斗志 如果再向着世人宣告他们还在 终有一日可以回归 轰隆 人族熄灭的火光在这里蔓延 上万精锐不畏生死 吼动河山 从未如此畅快过 自从麒麟子在宇族资源地大发神威 展落时封 人族隐藏在文明遗迹的残暴 如同聆听到了召唤声 他们陆续直伏在贸易市场附近 认为麒麟子绝对能杀来 却没想到率先夺了藏宝库 握有超级大杀器 如虎添翼 麒麟子 刚才趁乱洗劫了我们拍卖会的藏宝库 这挨千刀的 严重违规了 还我拍卖会至宝 森罗拍卖会的强者心头流血 犀利嘶吼 这东西保守孤策需要上万颗机械原石 是他们筹备的最强压轴至宝 甚至 还有禁忌篇章 机械圣甲 当然机械圣甲企能以机械原石竞拍 需要交易其他的竞技绝学 纵然拍卖会的强者不觉得真的可以成功交易 但通过竞拍竞技绝学 可以大大增高拍卖会的名气 可是这些东西都被麒麟子给夺走了 这些狗仔子们 爸爸教育教育你们怎么做人 还有森罗拍卖会 以后别在这里举办拍卖会 否则我看到一次抢一次 军天横空 在滚滚雷霆世界崛起 一声怒喝 神目如电 在这里君灵天下 森罗拍卖会的强者面孔阴沉无比 清楚竟拍红笑男和人族结下梁子了 可是没想到军天胆敢违背贸易市场规则 洗劫拍卖会 平日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军天断然遭遇整个商界的追杀 可这一次森罗拍卖会很明显理亏 如何秋后算账 军天豪气万千 能在这里与人族一脉强者汇聚 新潮澎湃 未来倘若汇聚在七星学宫 该是何等盛世 东 军天体内杀意更胜了 四大魔王在横行天下 无所畏惧 接着 在森罗拍卖会依旧不甘的目光中 看到军天转身 一双冷冽的瞳孔跨越时空 俯视而来 不好 他们惊骇 头皮发麻 预感到了很不好的未来 各路情报员都惊骇 人族麒麟子太狂野了 就这样当众逼向拍卖会的成员 那种杀意是注定无法挽回的 麒麟子你敢 拍卖会的脸色惨白 但迎面而来这主 可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胆敢接着党子买卖 梁子注定结下了 杀 踏平森罗拍卖会 人族上万甲兵大吼 升阵苍穹 推动着超级战阵 彼此连为一体 神党杀神 佛党灭佛 轰 军天挥动的机械雷锤 灰红巨大 就这样从天而降 将森罗拍卖会的一系列成员 轰成了一片结灰 我森罗拍卖会与你势不两立 有强者精神弥留之际 发出恶魔般的话语 纠正 是我与你们势不两立 你们这些阿猫阿狗 也敢欺我族群 都得死 军天一声大吼 犹如魔主附体了 震碎了这些精神残念 体内散发出的杀意更为猛烈与不仁了 整片残破的贸易市场 已经在人族铁甲大军的践踏过程中 速速发抖 大片横空的母舰纷纷暴体 这是一幅吓人的景象 原本神族作举引诱人族强者 欲要一网打尽 结果因为母舰工厂失利 散修界发生的问题 从而导致镇守者减少 人族现在以上万精锐 两位弟子 就这样改写战场格局 踏碎了森罗拍卖会 麒麟子 给我杀 援军快来了 各路族群的强者都被打得有些蒙逼 现在重镇旗鼓 欲要将人族大军牵制在里面 一群杂鱼 都给我去死 军天激发的机械雷锤 撞入浓缩的雷海 化作雷霆漩涡 自主冒出各类粗大的闪电群 挤满苍穹 这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只需要以机械原石就能启动 如同时刻爆发竞技绝学 笼罩了这片战场时空 足以毁灭万物 阿 穿戴霸主体兵的强者都绝望了 身躯被冒出的闪电群淹没 穿戴的霸主体兵跟着残破 肉身千疮百孔 惨不忍睹 不 永恒静的生命体都惶恐发颤 那持续轰批的机械雷锤 冒着恐怖的光 将它们撕裂成血雾 凄惨无比 这大杀器未免离谱 海量的闪电规则冒出禁忌光泽 动辄磨灭霸主体兵 集成宇宙母舰 形成了吞灭万物的可不景象 冬 军天壮若雷弓下凡 武动机械雷锤 凿穿一层层封锁线 继而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制 砸烂一片片时空 混账 给我杀 人族麒麟子你那命来 整座战场都在流血 附近援军陆续冲击而来 各类古文明宝物觉醒 沉睡得顶级霸主体兵复苏 陆续冲杀军天 纵然机械雷锤杀伐惊势 但面对这等规模的进攻 层层闪电群四分五裂 可见冲击力何等的猛烈 目前 战场主要压力 都集中在军天这里 无量与红主战阵已经踏破大片战场 正在向着军天接近 与麒麟子会合 就走红孝南 杀出去 这是上万精锐的共同信念 踏破战火世界 扛着大片压力 冲击而上 哪里逃 军天留意到神祖母舰横渡离去 他神情一冷 机械雷锤焚烧起来 硬生生凿开笼罩他的沙发红涛 身影刷得一下子冲向外太空 什么 快走 神文周的随从大惊失色 麒麟子的行动力太离谱 目前母舰横渡离开的区域 已经被雷霆漩涡笼罩住 不好 快通知神文周殿下 我们需要持援 否则货物将要丢失 计划将要破产 船舱内的强者失声 神文周胸怀大局 曾经将战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推算出来 但他没有想过货物将要被劫走 货丢了 不管人族损失有多大 预示着他们胜利了 哈哈哈哈 人族两大阵营的强者大笑连天 负责催动号角的强者热血激昂 燃烧出生命精血 更好启动号角 一时间声响震天 为麒麟子助威 乌乌战争号角之音 激发上万精锐的精神斗志 残破的贸易市场战斗起来 无量杀伐蔓延而出 震碎乾坤 杀 麒麟子无敌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恨不得大战三天三夜 追随麒麟子血战文明遗迹 杀尽群敌 无量与红主一脉战争相互结合 无量星海 亿万神火 怒战八荒 他们向着军天所在的区域接近 沿途中撕裂大片敌军 热战更为激烈了 弄插 神族母舰已经四分五裂 大片神族强者被雷光轰杀 重见天日的红孝南 仰头望着强势压来的麒麟子发呆 轰隆 树底 规模更大的敌军来临 贸易区内的各类战争通道 短期运送而来大规模的军团 冲杀麒麟子 热战 更为猛烈了 两大战阵短期无法拦截 大片强者冲向了军天 巅峰族群的大军压来了 立即撤退 红星他们没有被短暂胜利冲昏头脑 这一战耽搁的时间有些长 原本是闪电战 就走红孝南 撤走就可以了 结果因为麒麟子的出现 反而展开了异常惊人的收割 现在真的需要撤退了 巅峰族群的行动力岂能小看 短期肯定可以争调而来几十万大军 甚至数百万大军 有些强者满腔热血还在沸腾 想要留在这里继续厮杀 不过军令如山 不可违背 但是让人惊悚的是 麒麟子似乎疯磨了 任由一万沙伐秩序笼罩自身 任由昆鹏体兵残破 他始终没有抗衡 最终持着雷锤 硬生生砸塌了黑暗牢笼 其间 军天身影模糊 暗沉 似乎要化道 红笑男哭出声 大规模逼近的沙伐淹没了军天 他始终未曾反抗 不清楚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人族麒麟子大发神威 开始玉石俱焚了 但就这样命换命 真的值得 更没有展开有效的防守 你到底要干什么 范云正在录制内容 巅峰族群的反击极快 已经开始控制战场 联手进攻麒麟子 轮回漩涡与雷霆 漩涡笼罩的身影 遭遇了更为强硬的反制 战争风暴已经将其压盖了 现在想要撤走 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 只不过 发体没了就没了 军天需要在乎什么 麒麟子 我来助你 杀 红星持着方天化己 体内翻腾出滔天神火 背负火焰翅膀横度逼近 准备接替麒麟子的位置 负责段路 他并非仅限于此 终究是纯野生的弟子 依靠自身迈上来的 壮弱浓缩亿万的太阳星 神力壮弱汉海极天 呜呜 号角声再次响起 这是联合撤退的战斗指令 上万铁甲士兵不为生死冲锋 杀出一条条封锁线 残破的战阵接近军天所在的区域 欲要共进退 给我冲 是杀人族一脉 各路巅峰势力号召而来十几万大军 密密麻麻从残破的房市区腾空而起 形成一望无际的战争风暴 欲要吞噬人族残暴 你们离开 不要顾及我 军天很平静 他将雷锤这些资源 交给释放战力准备血拼的红孝南 接着军天无比冷酷转身 规则法体刹那间化开了 献祭地子路 演绎轮回古界 红星略为诗神 尽管接收到军天的传讯 依旧无法相信这是他的法体 轮回漩涡灰红无匹 他的火道对子路遭遇了压制 目前外太空都被轮回漩涡笼罩住了 荡漾出浩大的秩序脉络 万物在生灭 轮回在更迭 最终影响的这片世界之阴至暗 四寒冬来临 宇宙末日逼近 众生惶恐 观战者陆续失色 神觉完全被遮蔽了 其间什么都看不清楚 轰隆轮回化作了风暴 浪潮海啸 挟着万物毁灭的光雨 与冲杀而来的无穷兵马展开大碰撞 麒麟子没了 范云以超级探测器 看到了部分画面 发誓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如此猛然 身影化作不可测的漩涡 竟然在反杀 这等格局不同于羽族资源地 重创的麒麟子如何展开反狩猎 看起来仅仅是飞蛾扑火 但因为轮回规则振折 显得惊世骇俗 范云认为麒麟子的人生道路 无比的漫长与遥远 未来可以位列真仙 但是没有想到最终选择玉石巨焚 轰隆 最终 炽热的光物质撞弱漫天太阳炸开 正在从贸易市场释放 喷涌 远方大地俯冲而来的各族援军 停留在原地发抖 辐射出的能量风暴足以毁天灭地 贸易市场已经开始呈现 啊 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人间炼狱 壁子路自爆 献祭 规模之大 超出世人的想象 在和敌军散发的战争风暴碰撞的时空 自生出了各类杀伐秩序 倘若不能短时间撤退一段距离 永恒境强者都要蒸发血肉 哗啦啦 漫天鲜血轰落在陈县的贸易市场 到处都是残骨与烂肉 年附着塌烈的各类建筑物 冒着热气 画面让人作呕 等待轮回漩涡彻底散去 战争涟漪溃散 如海的沉烟里面 已经寻不到有关于麒麟子的任何踪迹 麒麟子就这样死了 每个人都感到了匪夷所思 他陷进了弟子路 轮回古界暴碎 最终玉石剧焚 没有了 第1308章 席先胸怀宇宙星海 这片负灭的贸易市场 世人沉默着发呆 战暴时封的狠人 就这样没了 不对劲啊 人族的强者都撤走了 刚才趁着大风暴翻腾 他们向着东方大地奔走远去 没有救援麒麟子 这很不正常 是啊 人类残暴都能来救援人族利人 岂能放弃麒麟子 麒麟子从爆发到现在 完全就是在玉石剧焚 总感觉不对劲 里面肯定有问题 陆续赶来的各路巅峰族群强者 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已经布置好的局就这样被掀翻了 他们料想过人族能来救援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真的能成功 这让他们有着极深挫败感 从羽族资源地 海域围攻行动 一直到现在他们的计划 接连都宣告破产 森罗拍卖会唯一的幸存者 则是哭爹喊娘 亏惨了 改建的运输母舰呈现 宝库被洗劫的一前二进 连根毛都没有留下 最重要的是 族人都没了 都被麒麟子给打死了 另外战场世界 根本没有机械雷锤的踪击 说明当才被人族残部给带走了 我的法体覆灭了 远在母舰工厂 军天正在清扫敌军残部 心神突兀震战 本体敏锐感应到了什么 那是他以弟子脉络构建的超级法体 纵然隔了如此遥远的路程 依旧可以洞悉到什么 按照原定的计划 分身携带部分地到天雾前去竞拍 现在既然熄灭莫非计划曝露了 军天面孔民众 迅速开启祭台 观望人族弟子专栏区域 范云的工作能力较为出色 已经将战场景象陆续传输回归 从战争大门呈现 到人族第三位弟子登场的这些景象 让军天下意识紧握着拳头 热血澎湃 忍不住低吼 牛 我们族群的大军出现了 无量一脉 红主一脉 什么 牛话语发颤 忍不住低吼 无量与红主一脉 昔年都是族群的顶梁柱 可以称之为主力大军 镇守南天门 强硬无比 甚至 红主一脉走出了一位全新的弟子 这让牛魔王兴许激荡 族群的历史转列点 就这样来了吗 猫 牛 激动 牛魔王兴奋到了极点 他们不再孤军奋战 还有活着的起源者等待他们的召唤 你不要分心 尽快破译 神族的强者已即将来临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军天正在推演那片战局 法身肯定想不到人族大军接连冲杀而来 他关心的是法体袭灭时刻 有没有将地道天物是否交给他们 地道天物 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纵然紧紧时到 但是对于巅峰族群都是超级资源 丢失了亏损太大 不过可以看出 既然红星他们无比果断撤走 其间他们肯定有交流 固然有交流 可法体估目着不会通知他们来这里会合 终究还是没有彻底控制母舰工厂 这里并不安全 军天非常遗憾了 大概没有留下碰头地点 纵然可以转告他们有关于七星学工的问题 可以当时热战情况 法体岂能贸然传讯交流 如果有敌军掌握类似于顺丰尔神通 肯定可以截获精神波动 不过这样已经很好了 他们静默直伏在文明遗迹 终有一日可以汇聚 军天心朝澎湃 这两大残暴的背后 或许有真仙巨头 有更为强横的竞技至宝高悬 军天看到了祖庭更好的恢复希望 不由得开怀大笑 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目前军天正在收割各类宝藏 反倒是仙魔棋盘 军天本以为掌握此物可以短暂违规 具备更为强横的作战能力 但是他犯愁了 仙魔棋盘属于古文明至宝 想要启动潜在的威能 需要解封仙魔棋盘一层层封印 而这些封印需要走通棋局 下棋这将军天给难住了 从未接触过其道 总的来说 每走通一众棋局 就可以激发出一层威能 最终掌握这宗禁忌至宝 九级文明至宝在这里既然可以违规 看来神族对九级文明的研究与掌握 非常人可以想象 他在心里低估 疑 机械天刀 军天惊喜的事 他在宝库里面寻到了禁忌绝学 一次性大道启蒙 禁忌天刀 禁忌圣甲与禁忌天刀 一弓一手 等待将其修成战力断然迎来暴涨 一席 机械大军突然间传出庞大的信号源 军天眼底射出冷电 低语 神族第一批接近的大军 看来他们很快怀疑母舰工厂沦陷了 长时间镇守这里 很明显不现实 以神族的行动力 如果短时间号召一系列的附属族群 压来百万大军都毫无难度 牛 一切都靠你了 军天望向接近洪荒漩涡深处的影子 他认为穿越漩涡压根不难 困难的是如何真正启动整座超级基地 大消息 人族丽人被劫走了 神族的计划宣告破产 这可真的是识破惊天 谁能想得到人族真的可以做到 人类族群走出了第三位弟子 源自于红主一脉 看来人族在弟子道路上 已经赶超了诸多百强族群 情报界一片沸腾 突如其来的变局让人心惊 人族三位弟子 说明在弟子路探索道路上 已经越走越远 以目前大宇宙的格局 巅峰族群的弟子数目是未知的 但是百强族群 巫术仅有少数弟子罢了 但是以麒麟子的强硬层面 除了极为特殊的百强族群 还能找出几位与之争锋的 许多权威专家开始分析 认为麒麟子覆灭的仅仅是分身 否则人族残不起能这样撤出去 不过从战场规模分析来看 大战来临前似乎都不清楚彼此 如果麒麟子仅仅陨落了分身 败得何止是惨烈 还因为这件事让人族残暴联络到一起 神族都怪神族 若非神族撤走 跟着各路巅峰族群更是走了大批强者 岂能有人族发挥的机会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计划已经破产了 不过心情愉悦的是 人类残暴仅仅上万甲兵 未来还能成什么气候 关键是 红主一脉的弟子绝非极限弟子 放眼人族一脉阵营 唯一能打的仅有麒麟子 而他还不是盖世弟子 在地子路文明大爆炸的年代中 已经落伍了 不错 这一次人族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覆灭了19艘宇宙母舰 这应该是他们的全部收获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资源地争霸中 还能占据什么先机 你们竟然还沾沾自喜 哪来的脸面 有神秘账号出言嘲讽 这位发言的小朋友 是人族哪一脉的 羽族的强者冷酷发言 这一战失利了吗 探测出了人族的整体规模就是胜利 另外 若非散修界有超级宝藏问世 含聚在贸易市场的各路弟子离去 岂能有人族麒麟子发挥余热的机会 吴孝子 我是你爹 昆玉掌握的账号这样批复 你怎么骂人 羽族的强者蒙逼 这是要被消耗的 骂你怎么了 张嘴闭嘴就是盖世弟子 羽族有几个弟子 有顶级弟子吗 有个毛 我肯连个毛都没有 昆玉火力全开 对着羽族高层开火 惹得情报借各路强者发呆 不过很快 昆玉的秘密账号被永久关闭了 显然是裁决之功将其封闭了 紧接着 昆玉启动第二个账号 继续怒骂羽族叛逆 两性加奴 活生生变成了大喷子 被得羽族强者要自闭 怒血狂飙 他妈的 你个小憋孙 接连被十几个账号追着他骂 羽族强者失控咆哮 在情报界发言回对 但很快他的账号也被关闭了 我是你爷爷 你个小憋孙 逆种 死出来 爷爷把你的屎尿都打出来 昆玉已经启用了三十多个账号 惹得打心边无言以对 自从昆玉接触了军天 在情报界搅动风云开始 他真的是上瘾了 这祸整天炮在情报界 乐不思蜀 也似乎 裁决之功都看不进去了 发布红条消息 警告他们不要继续 否则将要封杀人族与羽族 在情报界的话语权 目前来说 情报界的氛围较为诡异 神族始终没有漏头 反而各路调兵浅江 不清楚在忙活些什么 有人冷笑 神族的计划就这样败了 还有脸说什么 神昆蓬他们哪里 还顾得上什么麒麟子 他们陆续调来的战队 自从闯入母舰工厂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母舰工厂 难道已经沦陷了不成 神文周 他到底在搞什么 神行一脉着急上火 这件事是和他们牵扯不上关系了 可是母舰工厂要是丢了 神族将要失去最强的战争平台 这等后果 将要严重影响后续资源地开发速度 损失的财富 很可能是族群几十万年 甚至数百万年的积累 文周岂能允命 神族祖地 正在悠然下棋 快要走通下一步残棋的白衣真仙 发出冷漠的话语 查验元神灯干什么 太大提小做了 物有些摩棋盘 谁能伤他性命 齐仙大人有所不知 我们和文周殿下无法联络上 至于机械族大军正在进攻母舰工厂 有随从小声回应 八级巅峰文明在强硬 岂能和九级文明相提并论 白衣真仙正是神文周的二叔 被世人誉为齐仙 成名的岁月太古老了 放眼浩瀚大宇宙 都是无上真仙巨龙 况且 文周还有蔑视圣连镇守元神 试问谁能伤他 齐仙很不满说道 文周胸怀大格局 出了点小事和至于大惊小怪 还有麒麟子他们不需要理会 话说到这里 齐仙眼底折射冷光 缓慢落子的时刻 冷冽开口 逃出孤岛的聂龙 疑似地先知主的存在 也因为文周的计划 暴露了藏身之地 某局当如此 人族聂龙越是动弹 未来暴露的就越多 等待我们解决了这条聂龙 什么人族 什么弟子 都是一纸空文 等待对付了他们 就是深挖幕后黑手的时刻 齐仙胸怀宇宙星海 眼界比神文周还要深远 目光所及之处 真仙之下皆为蝼蚁 唯独左右这些存在的命运 才能让他提起热血 啪 随着齐仙落子 残局散发出无量神盲 壮弱骨星海在幻灭 让他的一一笑 很好 等待文周继续落一子 胸怀格局更大 盖世弟子指日可待 陷魔齐局大概可以完全解封 纳片九级文明尘封之地 也终将为他盛开 率先恭贺殿下 马道成功 为族群文明天砖加瓦 这些随从连忙恭贺 纳片九级文明 能称之为神族的生命发源地 规模之大 亿万载岁月而过 都未曾将所有区域探索完毕 主要还是因为 有些区域 有些地界 需要无比特殊的人选才能接触 但凡挖出部分宝藏 将要促进神族文明进化 第1309章 有无敌了 母舰工厂区域 军天提着血淋淋的轮回鲜铁棍 杀意滚滚 已经陆续歼灭了十几波神族战队 军天身躯带血 残破的麒麟体兵在机械原石的修补过程中 渐渐愈合 最终铿枪作响 覆盖着肉身 背后腾起一尊麒麟法像 轰 军天的精气神跟着暴涨 伤势已经痊愈 体内储藏着先要斗的精华物质 六重天永恒近战力沸腾 开始跟着拔高 军天吞天那地 拒纳战场飘散的神性精华物质 积累持续魂厚 脊椎骨猛烈起伏 生命精血滔滔 神族接连被我歼灭了十几波队伍 这一族如果再不警觉 那才是活见鬼了 军天面孔变得凝重 万习无法进下心前修 否则可以练化胸怀大局神文周的道物质 以及修炼鸡械天刀 兄弟 你先不要回归中部区域 我们族群突然发布了紧急诏令 肯定是神文周这的混账东西干了什么蠢事 我需要过去救援 神行天骂骂咧咧的 正在对军天发来消息 他很难继续隐藏在幕后 母舰工厂肯定出事了 行天兄 珍重 保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我等待你的召唤 军天的祭台可以在这里接收消息 同时回眸看了眼牛魔王 目前他距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军天掌握神刘烟的祭台 发现大片情报接连传输过来 他清楚 神族已经急眼了 正在动员各路强者 持缘母舰工厂 接下来的大战会更难 军天疯狂吞袭战场飘散的道物质 分分除藏在肉身里面 关键时刻可以帮助他恢复亏损 现在的军天有些紧张了 时间很有限了 十几个作战队伍全部失联了 神昆鹏已经蒙圈了 他预料过最坏的结果 但是没有想到糟糕到了这个层面 按照其先那边传来的消息 神文周有超级宝物镇守 根本不可能发生意外 但是现在怎么说 神文周还能控制住局面 母舰工厂还在失联状态 如果在接下来的进攻中传出情报 只能说明基地陷落了 神文周大概死了 万幸神文周接管了母舰工厂 未来出了事他们兜底 神昆鹏的心都跟着凉了半截 因为想到了时封他们 开始端正态度了 未来弟子战场的死亡率会更高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刻 全面救援母舰工厂要快 有神族强者启动洪荒 及母舰最强的信号员 发布紧急救援行动 一时间激起了惊涛骇浪 神族疯了吗 还是祖坟被爆了 战地记者敏锐发现不对劲 神族各大资源地 接连有大队兵马远征 疑似赶往母舰工厂区域 世人心惊 各大势力母舰工厂所在的位置 根本谈不上陌生 都在率先圈定的资源世界 神族中部区域征伐的弟子都回归了 也在向着母舰工厂接近 这是天大的热点情报 兄弟们冲啊 该我们扬名立万的时刻了 有我范云在 你们这下小趴菜都不行 情报界彻底沸腾了 事关最强的战争平台 未来的超级基地 要是真的翻船了 勒子可就彻底大了 有人怀疑 先前神族盘踞在贸易区的母舰大踢撤走 断然和母舰工厂出现意外有重要关联 天啊 神族疯了 放弃了刚刚攻占的资源地 海量的兵马正在向着工厂集结 识破今天 神族停靠在外的洪荒级母舰 正在指挥作战 断然号召一系列的强者 全面驰援 这场风暴来得无比突然 过急了文明遗迹 各大势力的强者有些寝食难安 频繁和神族接触 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有资格撼动母舰工厂的 除了巅峰族群暗中调兵浅江 再者就是销声匿迹的机械族大军 然而神族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 始终处于静默状态 沙阿 接连有重兵集团压来 大片母舰隆隆闯入基地周边 大战越来越残酷了 军天欲血而狂 浑身沾满了鲜血 热战已经相对于恐怖了 神族陆续冲杀而来的大军 有一系列附属族群成员 大战规模正在陆续升级 军天已经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轰 施山血海的世界 母舰残骸不断砸下 军天犹如沙神镇守在通道区域 灰棍扫四方 在漫天喊沙声中 牛魔王的话语传来 牛 无敌过关 开始接管超级基地 哈哈哈哈 军天忍不住大笑 漫延出汹涌绝伦的战力 弟子脉络全面盛开 这天闭日 持着铁棍轰杀四方敌 阿 世人族麒麟子 混账 机械族已经控制了母舰工厂 神文周 大概殒命了 但凡攻进来的强者都惊骇大吼 堵在这里的麒麟子 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强横 脚下他的世数不清的尸骨 充满让他们恐惧的精神压迫 麒麟子 你不得好死 军天犹如超级收割者 在这里横扫 每一棍子都能轰碎一大片 机械大军紧跟着进攻 血战 时刻关注战局的神坤鹏兴良 短期组织的强攻队伍 依旧没有任何强者活着杀出来 如果机械族调派百万大军 空住了整座基地 我们怎么打 这样拿命去填吗 我们的反应太慢了 都怪神文州提前不和我们通气 太被动了 稳住 我已经召集了主力大军 距离母舰工厂已经较为接近了 主要他们不能短期控制基地核心 还有翻盘的机会 目前神族重量级的强者正在满世界奔走 神族封魔已经成了定局 外族已经怀疑超级基地真的沦陷了 轰 军天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接连有重兵集团压来 巨型母舰都在撞击他的身躯 炸裂出刺目强光 军天身躯有些亮呛 恶战真的来了 若非他的轮回世界覆盖这片时空 已经有强者反杀出去 军天还是尽可能保证 等待大局已定时刻 他领兵进攻母舰工厂这件事没有泄露出去 否则神族肯定要彻底封魔 杀 军天身满身永恒神力赤胜燃烧 厮杀更为激烈 更有浓郁的血腥气飘了出来 染红了外界星空 一片烟红 敢赴到这里的情报员都站立了 母舰工厂真的沦陷了 我的亲娘 这可真的是文明遗迹开始以来 爆发出的最强热战 可惜那片基地充满巨大的磁场波动 无法以探测气扑捉到什么 神族如果丢了超级基地 问题就吓人了 大战规模陆续升级 冒出滚滚如海的血腥气 预示着杀进去的强者都隐恨了 牛 你他娘的快点 军天别打别骂 他真的要撑不住 仙药都已经耗尽 修补好的麒麟体兵再一次残破 身躯无比虚弱 军天杀疯了 若非弟子脉络笼罩这片世界 对着敌军进行震折 他根本撑不到现在 因为已经苦战了一天一夜 跟着我一块杀进去 但你们建立不适功勋 神族最终有弟子杀来了 纵然还没有三大领域化 但极为了得 他提着黄金战矛 一声大吼震动燃血的星空 赋予数万精兵超强的信念 更有进攻的号角声吹响 鼓舞士气 周边汇聚的各路军队 也跟着进攻勋剑工厂 但这位弟子刚刚闯入战场 看到立身在施山穴海内的影子 起了一身白毛汗 啊 麒麟子 神族弟子大惊失色 想要撤出去来不及了 轮回规则全覆盖这片时空 带给他无边的压力 沙 他焚烧战力爆发 然而轮回世界 对他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大 连同跟着沙进来的强者 都在这片战场迷失了方向 轰 军天挥动轮回鲜铁棍 打爆大片起源者 而这位神族弟子 连三大领域化都未曾完成 岂能敌得过军天 将其震杀之后 军天有些力不从心了 亏损太过严重 好在8号法眼可以为他提供神诀 更好切割战场 嗯 不对 军天突然间变体声寒 感应到了什么 内心冒出寒意 好似被恐怖恶灵盯上了 轰 紧接着 低沉的轰鸣声传来 一艘有些腐朽与破裂的超级母舰 四壮碎升空的洪荒巨兽 闯向战场 碾爆了大片轮回脉络 违规级母舰 军天大惊失色 这等冲击力超越普通母舰十倍 单凭蔓延而来的庞大压力 军天身躯已经在发颤 脚步瞪瞪后退 军天面孔隐隐猙獰 看来计划要失败了 人足麒麟子 原来是你在这里搞鬼 驾驭违规及母舰的强者跟着师生 顶级能量巨炮刹那间开启 流淌苍茫浩大的宇宙法则秩序 锁定了军天 轰隆 面对这等超强打击力 即便8号可以提供逃生路线 但能量冲击波太过狂暴 无法完美避开 有秩序规则顺着破裂体兵 穿透了军天的身躯 咕哧 军天全身冒血 肉身像是散架了 咬牙低吼着 转身冲向灰雾覆盖之地 哈哈哈 麒麟子你完了 而等立刻回归 告知族群 是麒麟子暗中搞鬼 掌控违规及母舰的强者大笑 没想到有超级大献柄砸在他的头上 给我爆开 军天眼底闪出寒意 下达最终战斗指令 一系列的傀儡献祭核心动力源泉 数万傀儡残部 请客兼蔓延出毁天灭地的能量狂潮 阿布 神族大军脸上的笑容刚刚浮现 便是绝望发抖 所有的傀儡爆开了 犹如星海大爆炸 形成了恐怖无边的打击力 粉碎全场生灵 即便是违规及母舰 都遭遇了超强冲击破 船舱破裂 摇摇晃晃 差点坠毁 好在违规及至宝的动力源泉完整无缺 还在低沉轰鸣着 从战火世界拔队而起 残破大半的母舰锁定军天继续开火 麒麟子 你是逃不掉的 我必杀你 驾驭母舰的神族强者七力低吼 损失太惨烈了 他也不可能给军天逃走的机会 陆续对着军天开火 轰隆隆 军天在大地上疯跑 借助八号避开一层层能量巨炮轰 但其间还是面临规则秩序撕裂血肉的痛苦 牛 你行不行 不行就撤走 我快死了 军天劈头散发 这艘残破的违规母舰打击力 依旧在 等待神族第二批大军登陆母舰工厂 计划只能宣告破产 谁说牛不行 牛魔王冷酷的话语传来 小小母舰工厂核心 岂能难得住我 神族的狗仔子注定要心痛流血了 别吹牛了 你倒是来啊 军天大骂 身躯遨在时空 借连扔出一系列的文明宝物 连同星猿炮阻截残破母舰 希望能争取时间 但他还是小看违规及母舰 纵然残破了 但是这群脉络依旧在 壮弱巨型违规及至宝在轰鸣 接连轰开这些阻截他的各类宝物 在《给本牛》一课中 牛魔王话语传来 狗日的牛魔王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牛石给打出来 军天吉赤白脸 违规及母舰已经焚烧起来了 他已经准备献祭麒体兵 来一场生死碰撞 狗子莫荒 树地 古老的母舰工厂 这座沉寂漫长岁月的超级基地 辐射出浩瀚神王 无远弗戒 那是源自于机械族的文明火光在焚烧 牛魔王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基地核心 奥立在天地间 似化作禁忌神牛 背后蔓延出的威压 硬生生让残破的违规及母舰发颤 禁忌牛 已经无敌天下 回头狗子地把牛地给攻起来 牛直立起来 背负着牛蹄子 犹如武道至尊在这里傲慢放话 第1310章奇先之怒 那是 什么鬼 这还是母舰工厂吗 怎么觉得变成了恐怖的禁忌至宝 神族陆续赶来的大军难道和母舰工厂交锋 各方观望的情报员深深恐惧 母舰工厂突然间发生的变化超出他们的认知 吞吐无尽神王 朱天星斗皆颤 我族的母舰工厂 神族陆续来临的大军已经从头梁到脚 基地就这样被敌军控制了 领军者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这还怎么打 以目前文明遗迹开放的等级层面 拿命去田也不够 母舰工厂的规模完全改变了 由内而外散发出海量的规则神王 世人深深感到了恐惧 认为在面临发狂的无上真仙 显然 这座超级基地被牛魔王给启动了 古老基地从漫长休眠中醒来 机械族的文明火光 要重新点燃这一世的疯狂 轰观望着兜元神悸动 庞大的威压笼罩他们的身心 相继逼近的神族大军渺小犹如尘埃 都有附属族群在逃亡 认为他将要释放 覆灭百万里方向 集成一切入侵者 这怎么可能 景象传回洪荒及母舰 神昆鹏他们集体失声 眼珠子都冒血了 心彻底凉了 一切都晚了 即便是神族调派更多的大军 岂能攻占复活的母舰工厂 神航眼底舰射恐怖寒芒 外太空至英至暗 传遍了这片海域 翻腾出了亿万惊涛 他真的是怒急而狂 幕后黑手已经让他满腔欲怒 现如今超级基地就这样一主了 不由的怒笑 静谷历史 我族真的要衰败不成 轰隆整片海域猛烈动荡 真仙的怒火完全压不住 各方纷纷静若寒蝉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紧接着 各大横盾在这片海域 各路洪荒及母舰磅礴的信号源 铺捉到了基地散发的文明火光 传输而来一系列的画面 各族师生 从头梁到脚 这是要变天了吗 巅峰族群都坐不住了 这等力量 当真是严重违规了 这等规模的超级基地倘若发威 古文明遗迹的格局将要逆转 是谁违逆了大事 但是怪异的是 整座基地散发的文明火光 仅仅闪耀了短暂时间 继而相继熄灭 母舰工厂恢复了原定面貌 但依旧荡漾着各类规则浪潮 震折的神族各路大军不敢接近 我族的母舰工厂 就这样没有了 哈哈哈哈 简直滑天下之大鸡 我神族算什么 我的心肺都在发颤 要裂开 受不了了 陆续有几十万大军赶赴战场 领军者气的都要喷血 以现在的规模 谁还敢攻进去 陆续的 他们的洞虚道府走出法体 踏向激励世界 显然内心还怀着某种失望 渴望还能发生奇迹 渴望是他们族群的强者胜出了 但希望有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 原来母舰工厂 如同超级战争基地 这等规模的能量风暴已现阶段 古文明的开放层面 谁能挡得住 这算什么 等于那些巅峰族群 都具备这样的战争格局 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回家吧 情报界相继轰动 各路没有母舰工厂的顶级族群 难免惶恐了 除非未来可以解封禁 即至宝层面 否则他们拿什么与巅峰族群争 按照文明 以及现在已知的规模 母舰工厂能有13座 分别掌控在各路巅峰族群手中 即便是散修界 新年都没有争取到这等超级资源 这让散修界老古董的心情都格外难受 难道未来这里依旧是巅峰族群的主场 当然问题最可怕的是 神族的母舰工厂一主了 很快 机械族的强者发布情报 诸位不要惊慌 即便是可以控制母舰工厂 但是这座超级机力非常特殊 需要损耗海量的机械原石才能启动 这等代价是巅峰族群都难以承受的 毕竟我们的宇宙世界 无法孕育出机械原石这等文明宝物 还有一点 母舰工厂仅仅存在超级镇守力量 打击力较弱 大家不要过度惊慌 这些消息传出来 各族才松懈 只能被动防守 局面好了些 另外 现在破译基地核心区域 仅有一个可能性 是机械大军 看来神族母舰工厂遭遇了机械大军入侵 这类情报传出来 情报借炸锅了 但各路巅峰族群则是寝食难安 机械文明将他们视作入侵者 甚至已经开始反击了 那么各族掌握的母舰工厂 岂能幸免于难 一时间 古文明遗迹分为大变 各路巅峰族群同时间下令 号召各族强者回归母舰工厂 以防止遭遇灭顶之灾 至于情报界诡异的静默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敢去触怒神族这个巨大的火药桶 他们的损失终究太大了 也有人觉得 现在别看神族的笑话了 如果机械大军的规模足够离谱 他们掌握的各类基地都要遭遇入侵 有情报界的权威专家 呼吁各族严防死守 一旦机械大军控住了数个超级基地 未来的探索速度将要无限缓慢 甚至有的权威专家分析 未来宇宙格局将要变动 大宇宙将要出现新的巅峰族群 就闻名机械族 吼至于神族那片母舰工厂 接连传出凄厉的吼声 都死了 任何活口都没有 还有母舰工厂的核心 已经没了 除了停泊在外太空的大规模母舰还在 包括区域连一根毛都没有留下 还有星际牵引区域已经彻底沉现了 神行天还在来的路上 陆续接收到这些消息 擦了把冷汗 感叹神文周胸怀大局 一薄云天 代替它被锅 看来我神行天也是气韵之子 他这样评价感慨良多 至于的高层全面静默 属于神族开辟的情报世界 更是死急沉沉的 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任何波动 这等安静 让他们感知到了神族高层无穷的愤怒 玄涡宝藏外泄 母舰工厂失利 两箭头等大事 打得神族栽了天大的跟头 我神族 曾灭掉人类族群的伟大种族 要在禁古历史落伍吗 高层散发无穷的怒意 但是有万般手段都难以施展 古文明的压制依旧在 怎么展开强有力的反攻 问题他们都不清楚 敌人到底是谁 现在 摆在神族高层案头上仅有两个目标 麒麟子与牛魔王 死牛 你不装兵能死吗 猫 要不是伟大的牛魔王 你已经被违规及母舰给轰死了 分明可以短暂启动母舰工厂 震碎违规及母舰 我们顺利撤走 你竟然全面激发 浪费了如此海量的机械原石 就这样匆忙撤走 那些停国的母舰都没能带走 你小子别嚷嚷了 牛怎能清楚启动工厂核心源泉 短期竟然吞走了五万颗机械原石 牛黑这脸嚷嚷 你还有理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进化为竞技层面了 还让老子把你拱起来 做你的黑球大梦去 君天气的大骂 他和牛魔王早就逃之夭夭了 至于母舰工厂的核心 完全独立的世界 可以缩小部分体积 君天和牛魔王借助星际牵引 将其运送到一座独立的宇宙秘境 因为临走前 下令让镇守星际牵引区域的部分傀儡自曝 覆灭这片区域 故而这些宇宙秘境已经完全独立了 66号宇宙秘境 君天纵然肉腾五万颗机械原石 但是望着面前的庞然巨物 依旧眼红发颤 有了这个大块头 未来何愁财富啊 君天都忘记了伤痛 这座宏伟辽阔的超级基地 发自内心的震撼 更撞入洪荒级漩涡 冒着各类禁忌神光 甚至 这里面还停泊着两艘洪荒级母舰 君天心葬阵战 这可真的是天降横财 彻底发达了 毕竟九成的万强族群 都没有洪荒级母舰 而这两座洪荒级母舰 乃是镇守宇宙域的无上大杀器 万袭 这座基地核心仅仅可以锻造外壳 未来还需要购买到洪荒级动力源泉 才能启动两艘沉睡的宇宙怪兽 另外 基地核心的动力源泉 似乎巨大的深渊 海眼 需要巨量的机械原石才能启动 目前 牛魔王紧紧初步掌握基地核心 等待完全控制母舰 才能解封锻造母舰外壳的功效 只不过 炼制洪荒母舰 所需的材料较为逆天了 基本上都是竞技材质 当然违规及母舰目前还是没有压力的 你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炼化完毕 未来我们可以依靠它 生产违规及母舰外壳 放在市场上进行售卖 或者交易违规及母舰动力源泉 从而在短期内 组建违规及母舰战斗群 军天疲惫身躯盘坐在大地上 身躯血流不断 艰难吞吸宇宙本源疗伤 保守孤策 两年 牛魔王围绕着核心基地转悠 道 不着急了 已经斩获如此规模的超级宝藏 再加上我麾下还有数万傀儡挖掘的一系列资源地 数年内肯定可以挖出一批规模较大的材料 从这里可以看出 机械族文明蕴藏的财富和其重要 而那些巅峰族群的收割更为狂妄 昔日 帝女不是挖出了洪荒级动力源泉 未来装置在母舰内 再想办法弄到尖心炮 有了洪荒级母舰阵守 七星域的防御体系算是建成了 军天满怀其代 这一战付出代价无比惨烈 仅有阵守星际牵影区域的部分傀儡活着 其余的全部报销 对于军天而言 鲜魔棋盘则是意义重大 未来倘若解封 可以掌握完整无缺的禁忌之宝 该养伤了 这片宇宙文明遗迹 霸主层面快解封了 需要想办法和人族大军会合 军天压着内心的情绪波动 准备在这里闭关 摸牛沉文闯入超级基地 这片世界未来将要为他培养 以洪荒及目前为首脑 上百为规及母舰为左右翼的母舰战斗群 文周没了 神祖祖地 齐仙盘坐在云雾缭绕的灵山上 正在这里煮茶 品铭 没有再看一眼残局 那些人是干什么吃的 为何不早些去救援 为何 谁能告诉我为何 已经静默数日的齐仙 猛地站起来 低沉的话语让这片世界 整片星空 都在发颤 摇动 最终至阴至暗 犹如宇宙末日来临 他的怒火已经压不住了 都要失去理智 他最看重的神文周 他轻直而 就这样死了 他怎么能死 还有仙魔棋盘 依旧下落不明 混账 齐仙大秀一甩 残局炸毁了 文周没了 还研究残局有什么意义 齐仙 胸怀宇宙星海 现在他的眼底散发无穷的含义 道 传令 封锁母舰工厂 任何人不得接近 不得破坏任何战场残疾 老祖 您这事 有随从小心谨慎问道 已经发生如此重大失利了 还要封锁母舰工厂 目前因为这件事 神族高层都在静默 什么都不想说 可见心情恶劣到了什么层面 现在就不要继续发好失令了吧 然而 这位发出疑惑话语的随从 宇宙霸主 侍奉他几十万年了 无声无息在原地熄灭了 最终连一丝残血都未曾流下 沽通 周围的强者齐刷刷跪在地上 情绪惶恐无比 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仙的决定 岂能是他们可以质疑的 我族的血不会白流 倘若背后有外族成员参与 终将覆灭 齐仙的眼神冷了无数倍 怀疑这件事有其他族群的影子 当然 他没有怀疑人类族群 因为不认为他们可以走出 这等镇压神文周的绝顶强者 毕竟仙魔棋盘源自于九级文明 齐仙现在怀疑深渊族群 他更想到了 昔年昙花一现的军天祖宗 莫非源自于这位的报复不成 即便是有一丝可能性 都要一查到底 齐仙的身影渐渐朦胧了 穿越茫茫星海 犹如在进行朝圣 一步接着一步临近一座完全封闭的大世界 然而这里的氛围让人恐惧 盘踞在外太空的洪荒巨兽 闪过天边的仙耀 朦胧光雨的禁忌物件 半睡半醒的混沌真仙 事实上 这里仅是封闭世界的周边区域 深处缭绕着混沌迷雾 景物不可见 仅有些许宏伟的仙殿若隐若现 齐仙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上头没有你的名额 魂厚的话语隆隆而来 壮若九天神灵降世 挤满了苍穹 身影模糊 壮阔 四上苍在这里显照 齐仙平静道 镇首使 事关九集文明 我需要觐见灭世圣连 救出幕后的小虫子 还望云转 第1311章 灭世圣连之威 规矩你是知道的 有些规则无法违背 还是离开吧 壮若九天神灵般的身影 磅礴四股星海 话语威严 犹如天外传来的至高铁令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真仙没有名额都铁定无法入内 可见这片世界对于神族而言 到底重要到了什么层面 寻常连一只蚂蚁都进不去 镇首使 给个面子 九集文明 但凡出现任何意外 都要动摇我族的根基 其仙衣脸深沉 他的衣袖内飞出一株仙药 蒸腾着仙物 影响的这片世界至神至圣 可以聆听到至高无上的仙道妙音 模糊与棒驳的身影 腾起大手缓缓攥住了仙药 道 给我仙药干什么 其仙你不要这样 规矩就是规矩 岂能违背 不过 念在你顾及族群 无心胜畏 速去速回吧 其仙沉着脸 身影他像混沌迷雾世界 这片区域的景象更为折人了 高悬九天的仙殿 直插星海的仙山 一系列群居的古老物种 这些群居物种 源自于曾经覆灭的百强族群 特殊族群 那些幸存者都被神族圈养在这里 沦为了看家护院的生灵 真龙与真黄 在这里都谈不上太罕见 每一片地界都存在超级镇守秩序 没有允准任何强者都无法靠近 为令者将要被诛灭 甚至有些古老的混沌洞 隐约可见沉睡着的影子 带着历史沧桑气 沉睡在时间长河里面 始终静默无声 还有那些高悬九天的仙殿 布满了尘埃 闪烁光阴印痕 里面隐约有大道仙音传出 但仙门始终紧闭 其先穿过一片片迷雾世界 眼底略出异色 望向一座浑厚的巨月 缭绕着生命起源的古老波动 源自于习年人类族群的修行圣山 山巅 有身影正在这里练拳 看似平平无奇 实在凝练出的精气神 让虚空时刻站立 它赤裸着上半身 古铜色的魁梧身躯 血脉黄金圣裂 似一片太阳冲出体外 淹没了苍穹 血脉无与伦比 等待以神觉去感应这位男子 他体内的精血犹如怒海在咆哮 全身肌肉收缩间 壮若违规及至宝源泉在轰鸣 神秘强硬 以至于恐怖 天地时刻因为他的动作转动 犹如踏破洪荒而来的绝世战神 神药 你很不错 其先眼底闪出异色 迈步走来 原来是其先大人 经法男子谋如利剑 平静收工 走来见礼 神药 看来你在九级文明收获的盖世体术 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层面 徒手撕裂违规及母剑不难 其先做出了评价 这是宇宙霸主层面的弟子 徒手可以撕开违规及母剑 肉身可以抗衡星圆炮的轰杀 其先大人料赞了 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还要感谢人类族群的生命进化道路 还有这座修行圣山端是非凡 配合九级文明的体术进行研究 生命层面发生了进化 神药化与魂厚 这让其先眼底的意思更重了 看来族群已经开始研究 神药就是领头羊之一 怪不得有资格在这里前修 深造 不过生命进化之道伯大精深 还需要深究 如果可以观测到完整的起源精就好了 神药仅仅掌握部分起源精 不过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显著了 未来和其他领头羊的研究成果相互论证 或许可以梳理出适应于神族生命进化的体系 当然这是相对于伟大的工程 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工的 神药继续出言 弟子战场快开启了 我快要结束闭关了 回头找云舟切磋一二 看看他的祈祷路探索的如何了 当时他可是答应我 准备将红孝楠送给我做妾 让我更好探索人类的生命奥妙 文言 其仙的眼底抱射刺骨的寒意 似沉睡的大霸王 让神药吃了一惊 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文周 允命了 其仙闭上眼睛 满腔悲愤难以发泄 神吗 谁干的 神药低沉吼着 体内生命精血犹如汪洋在咆哮 凝聚而成满天真龙 震动了这片世界 强盛的足以让同皆绝望 他更感到难以置信 以神文周的强硬 其道层面的掌握 甚至还握有些摩棋盘 喜能就这样没有了 还不清楚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其先压下内心的怒意 将近其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得知神文周死的不明不白 人类族群冒头 还将他的小妾夺走了 岂能忍受 人族三位弟子 够我一拳吗 神药的拳头攥着弄弄作响 体内传出亿万真龙吼笑之音 显照出一拳粉碎违规及母剑的正式画面 神药不单单是探索生命起源路的领头羊 未来更是弟子战场 宇宙霸主层面的领军者 可悲的人类族群 岂能真正了解我们神族在地子路的成果 我们神族的进步 可从未停止过 从未懈怠过 其先眼底冷光四射 负责崭新道路研究者 可不局限于神药 神族还有一系列隐藏在暗中 沉浸在各类道路的探索者 至于蔑视金莲沉睡之地 神药没有资格通行 其先已经接近目的地 这是一片海 似神化的发源地 纵然无声无息状态 但是认真去观望 灵魂总是不由自主畏惧 但说不清楚为何如此 其先 你来这里干什么 海岸线上 静坐的身影睁开眼帘 看似苍老的不像话 实则机体犹如婴儿 体内蔓延出神族的文明火光 其先说出他此行的目标 苍老的强者出言 值得吗 动用灭世圣连追查底宗 需要穿越八级巅峰文明封锁 其间损耗较大 按照这位的意思 神文周不是盖世弟子 放戏吧 弟子路文明大爆炸了 神族真正重视的是盖世弟子 神文周纵然出色另类 但是终究不在这一条线上 文周不同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还接触九级文明的尘封之的 掌握仙魔棋盘 我需要收回此宝 其先说道 否则的话 如果敌人破译出仙魔棋局 恐怕可以威胁到九级文明 苍老强者皱眉 太唯言耸听了吧 九级文明世界谁能威胁 谁能破译 近些日子深渊有异动 还是不太建议动用灭世金莲 深渊异动 其先想到了什么 道 我始终怀疑 幕后座局者与深渊族群有关 否则何至于在八级巅峰文明的环境压制中 斩掉神文周 要知道仙魔棋盘是可以违规的 不 事关深渊族群 老强者猛地站起来 面孔凝重 背后的时空无声无息裂开 浮现出通往黄金母海的漩涡 其先松了口气 迈步踏向漩涡 沿着母海上冒出的一株株金莲 渐行渐远 其先接连走出九十九步 但却花费了较长时间 这片世界的母海完全不同了 辽无边际 真仙隐隐都暗沉了 观测不到全貌 至于神族最强至宝 看似叫做灭世圣连 实则至神至圣 黄金灿烂 闭合的莲花 壮若承载着诸天宇宙 其先前程膜拜 面前的金莲缓缓盛开 一片接着一片 这些莲花叶子上 似乎历史长河在流经 伴随着浪涛声 每一个叶子上 都有奇异的印痕闪烁 源自于神族各类重要成员的元神烙印 金莲紧紧盛开外部连夜 其先便是锁定到了 神文周留在这里的元神烙印 文周啊文周 若能保存一块骨 一滴本命精血 已灭视金莲的强硬 完全可以为他重塑肉身于元神 其先话语低沉 精神是海轰然之间盛开了 仙道长河蔓延而出 色奥利在仙道长河上的无上巨头 轰其先的精神波动 接触神文周的元神烙印 在里面看到了深邃的时间隧道 指引神文周所在的区域 纵然神文周已经死了 也能以灭视金莲 锁定他最终精神溃散之地 轰就这样 其先的精神波动 顺沿着时间通道 穿越宇宙星海 临近破灭海 即便是八级巅峰文明 存在超级磁场波动 但灭视金莲完全可以构建 出来较为特殊与另类的通道 66号宇宙秘境 君天正在这里养伤 接连三天三夜 毛孔排泄出大片污血 烂肉 身躯如同被掏空了 等待他修补残破的轮回脉络 以宇宙本源滋润肉身 最终走向了健全 崭新的轮回先体 历经母舰工厂一战 肉身吸收了各类战场物质 得到了千锤百炼 更为坚固与饱满 轰隆 轮回先体发光发热的时刻 犹如超级源头 体内六重永恒 规则世界闪耀而出 极为厚重 精神是海更显得深邃了 昔日经历深渊之星的改造 未曾彻底稳固住 激励一战耗尽魂物质 现在通过补充 是海规模更为宏伟 等待我吸收神文周散发的 道运物质 元神 肉身 道府都可以进行破关 军天重新审视自我 略为皱眉 自从破关永恒境 修炼到现在的层面 速度有些快 虽然和炼化弟子精华有关 但他认为缺少大局观 需要神游太虚 观测永恒之变 更好奠定他的道路 就在军天准备神游 观望波澜壮阔的文明世界 突兀的心头发紧 不详 不详 军天树立睁开瞳孔 总觉得不安 很强烈 像是恐怖恶敌登门 寻到了他所在的区域 即将有森冷的刀子插入他的心脏 牛 甚至 这等强烈的紧迫感还在加重 军天忍不住低吼 情绪无比压抑 闭关之地莫非曝露了 一群恶敌已经登门了 轰 就在军天准备前往秘境深处 开启八号探测格局的时刻 他起了一身白毛汗 竟有古老的眸光望来了 冥冥中 好似一双至强的法眼 穿越了宇宙洪荒 横渡了宇宙星海 沿着他命运的轨迹 就这样跨时空俯视而来 第1312章起源界的未解之谜 牛精义 从基地核心走出来 什么情况 紧接着牛魔王大惊失色 因为这座宇宙秘境原本还好端端的 轰然之间却有至高无上的法眼扫视而来 那一场赤身的眸光 似乎穿越了一层层宇宙文明 横渡了茫茫星海 以至高无上的姿态 锁定了军天 猫牛魔王忍不住大吼 身躯豁然间溃散 化作金属液体 顺沿着军天的壁堡 顷刻间覆盖军天的肉身 牛刚刚与军天融合 便是感受到了强烈与致命的死亡威胁 轰 宇宙秘境犹如炸开了 至高的眸光 射出的神王冷酷无情 带着浩大无边的格局 挤满了整片宇宙秘境 甚至两道眸光 暴射的过程中 缓缓凝练出黑白棋子 巨大无边 撕裂了苍穹 带着混沌光降临 这一瞬间 军天整个人炸开了 啊 他和牛都发出惊恐的声音 只觉得浑身血淋淋的 爆碎了 精神世界都跟着熄灭 这等反杀 这等超级狩猎手段 实在是害人听闻 当然这绝非真实的死亡 则是带给他们无比强烈的体验 心情压抑到了窒息 弱小到了真的要绝望 没了 我们死了 虽然是虚幻的 但是他们真的觉得死亡了 好在牛魔王和军天绝非等闲 熬过这等一场吓人的体验 但是那一场冷漠的眸光 还在向着他们接近 翁 军天的精神是海 略为残破的鲜卑 蔓延出奇异的蝌蚪文字 形成了特殊的迷雾 忽然间将他和探测眸光隔绝了 军天全身汗如雨下 面孔苍白无血 可以感知到因为鲜卑的隔绝 法眼失去他的坐标 消失了 事实上 刚才的景象都是不真实的 犹如海事蜃楼 没有在这片世界留下任何痕迹 一切都回归正常 这等同于让他们出现了幻觉 影响力太深 差点就死了 被跨时空的精神风暴给弄死了 纵然不是真正的死亡 不过刚才的感觉 如果再来几下子 我们都要自我催眠 已经死亡了 由魔王离开军天的身躯 身躯发软 大脑昏沉 愤怒低吼着 谁在针对他们 这等死亡体验更是血淋淋的 军天脸色难看 那是什么样的手段 隔着文明遗迹的规则约束 竟然可以从外界将它给锁定 真仙 掌握禁忌至宝的真仙 军天凝笑一声 和真正的巨龙比起来它算什么 建设而来一道魔光 足以轰杀它一万次 任何反抗都毫无意义 无上真仙在外界观测你 这是动用了什么宝物 怎么会查出来你的跟角 难道曝露了 由魔王状态好转了部分 快走 军天顾不上这些了 虽然先被关键时刻发挥了奇效 但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是奇仙 沿途中 他问起了神流烟之不知道 对于刚才军天的经历 神流烟自然也经历了 道 他是神文周的二叔 在族群地位极高 可是你 奇仙肯定动用了灭世金莲 上面有神文周留下的元神烙印 顺着烙印探索母舰工厂 发现了你的波动 这才跟着锁定你 可是你 神流烟花绒失色 军天到底掌握什么宝物 竟然可以在刚才的探测中 隐藏起来 否则的话 顺利开启隧道 其仙可以将军天给抓走 不过想到他西年在裁决之功的表现 心都凉了半截 军天掌握的隐身至宝 规模超出他的认知 什么混沌斗无常的鲜卑 都可以隔绝灭世金莲的探测 牛魔王更为震撼 这简直离大谱了 神族的最强至宝 那是什么概念 别说他们了 一旦锁定轻而易举可以覆灭整座宇宙玉 军天面沉如水 道 因为古文明的隔绝 灭世金莲发挥不出完整的功效 可如果我在宇宙里面 还能顺利隔绝吗 即便是真的可以隔绝成功 灭世金莲也能确定你所在的世界范围 牛魔王说道 你的鲜卑不是还没有恢复健全 想办法让它恢复 这样就可以彻底隐藏在幕后 大宇宙真够危险的 军天头大无比 现在它已经被盯上了 在这里神族的行动力虽然受阻 但是在外界以神族的强硬层面 短期可以锁定大片宇宙玉 从而将它给困死 神流焉 我若是死了 你还能活着吗 灭世金莲存在如此规模的探索能力 为何不早说 军天看向神流焉 我岂能想得到 其先竟然可以动用灭世金莲 即便是我连在灭世金莲上 刘存元神烙印的资格都没有 神流焉有些委屈 道更何况 穿透机械族文明世界 探索 对灭世金莲的损耗肯定极大 我的族群断然付出了天大的代价 灭世金莲 还存在什么其余功效 军天问道 神流焉摇头 道 这是族群绝密 而我刚才说是灭世金莲在探索你 也是我的推测 毕竟除了他其余的质宝 岂能穿透文明遗迹 深渊族群的深渊 与灭世金莲 是一个层面的质宝吧 军天想到了昔日的遭遇 深渊族群貌似无法彻底掌控深渊 但是神族可以调动灭世圣联 你别问他了 这种事情唯独老仙才能说得清楚 由魔王摇头 他们已经横度离开宇宙秘境 好在这片世界是无人区 以及快的速度冲向远方 藏匿起来 其间 军天借助八号法眼 观测离开的宇宙秘境 如果其间神族的强者真的来临 说明问题更为严重 你在基地核心修行 这样保护措施能更强 由魔王忧心忡忡 道当时我们撤退的太着急了 没有认真清扫战场 如果基地残存你的生命本质 后果难料 当时我出手时刻 鲜卑始终在隔绝我的生命本源 话说到这里 军天无比烦躁 关键是灭世金莲太强了 若是真的解析出我的生命本质 真身必将曝露 由魔王的面孔凝重 下军天不同 新时代的弟子 神族掌握他一系列的崛起历程 更清楚他可以接触祖庭 如果问题上升到通过他可以锁定人族祖庭 神族肯定能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 昆玉帮我购买真仙本源 送到新建的贸易市场 军天联络昆玉 告诉他这片发生了部分意外 让打星边带着一批重要成员前往裁决之功避难 道员暴露了 昆玉心颤 那倒不是 凡事还是谨慎点 也就这些日子就能看出端倪 我想要观望神族的反应 军天发送消息 提醒他真仙本源尽快送来 万事谨慎 我让大哥带着孩子们出去转悠转悠 昆玉回应 七星学宫存在撤退路线 短暂时间可以撤退道裁决之功的大本营 修行 闭关 任由风浪再大 现在着急没有任何意义 军天更无法离开 外面更危险 军天取出了神文周残留的精华物质 磅驳的道运规则 浓烈的神性光雨 短期可以满足他进化 更可以接触神族的弟子路 当然 还有其道部分 这是掌握仙魔棋盘的关键点 翁 军天犹如饥渴的大卫王 参峡时期 俱纳这些规则物质 肉身犹如化作神族交扬 轮回脉络赤声蔓延 渗透这些神族的规则脉络 进行解析 由魔王接连观望数日 都没有发现神族强者在进攻 狗子掌握的鲜卑肯定无比离谱 如果老仙之道肯定都震动 牛魔王在心里嘀咕 正鲜卑 莫非源自于仙界文明的无上至宝 起源界到底藏着什么 横叫 正鲜卑 招魂盘 轮回 八号战天碑 牛魔王总觉得起源界 还存在未解谜团 甚至还有习年 昙花一现的阴阳天官 沉睡在里面的死神 通古狩猎 曾经因为这个组织 东圣神州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习年老仙都说军天不吉利 阴阳天官与招魂盘 这些古老的物件 牵扯到某些恐怖的历史悬案 就现在 招魂盘还枯及在军天的洞虚道府 但死神 习年真的仅仅是封神者 这些个妖魔鬼怪 都在起源界 特别仙界至宝镇鲜卑 以色来头很离谱 为了 宇宙教父不是让你和麒麟子联络 你能以麒麟子的身份 与宇宙教父联络 牛魔王突然想到了什么 将军天给应声声给唤醒 认为可以通过这个计划 确认宇宙教父的身份 有道理 军天睁开眼睛 牵扯到棘手的问题 神族的最强至宝 他们需要了解这个方向 竟然可以隔绝蔑视圣莲的探索 他的问题比我预想中的还要严重 远在神族那片尘封的世界 黄金母海区域 齐先固然没有看清楚是 但是有朦胧的画面回馈 迷雾笼罩着的身影 像是隔着浩瀚的世界 根本看不透他的真身 到底是什么至宝 竟然遮罩到这的层面 固然没有看清楚什么 但是这朦胧身影 疑似人形生灵 齐先的眼底冒出刺骨寒意 深渊族群 难道真的是深渊族群 是深渊在遮罩他的真身 难道深渊族群 已经彻底掌握了深渊 这一点 蔑氏金莲都难说 隔着八级巅峰文明 如何深层刺解析 齐先审视着朦胧的人形生灵 面色突然间阴沉 还是人族 他认为不可能是麒麟子 还有席年昙花一现的人族帝女 岂能反杀了神文周 至于红主的弟子 更没有作案时间 也不具备这等战斗力 普悟的 蔑氏金莲 散发出精神波动 齐先吃了一惊 在他的认知中 蔑氏金莲长时间沉眠 极少与族群真先交流 除非部分老祖宗 您对遮罩您探索的小蚂蚁感兴趣 齐先心惊 显然军天掌握的鲜碑 纵然没有探测出到底是什么 但是来历似乎很大 放眼过往的历史上 唯有开天年代出现了九级文明遗迹 人族绝不可能接触第二座九级文明 齐先开始沉思 他胸怀宇宙星海 在这里认真推算 梳理一切都有可能性发生的问题 他怀疑深渊族群的军天祖宗 但也倾向于人族的未知强者 那么 齐先想到了关键性的线索 回想有关于起源界一系列的封存档案 这些档案内容在他精神誓海闪烁 以真仙的洞悉力 请客兼梳理完毕 最终 齐先的思绪停留在 夏军天展报上苍的景象 起源界最终一战 因为神帝开启祭台隔绝封神战场的环境压制 从而让祭坛长时间闪烁 回馈给神族最终一战的部分景象 按照族群的分析 展报上苍 这位新时代的人族弟子 当年还不是至高神时众天领域 这个小土狗竟然可以逃出实验基地 严重违规了 既然最终可以翻盘 很可能接触到了某些可怕的文明 起源界肯定还存在着未解之谜 而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 是否与恒宇碑有关系 齐先正在梳理一切有关于起源界的档案 他不认为东圣神周有隔绝灭是圣莲探索的至宝 反倒是底仙之主 他不存在作案时间 问题大概源自于起源界 恒宇碑的传承始终是未解之谜 下军天这个土狗 莫非还活着 可是这怎么可能 他下军天还不到二百岁 岂能斩掉神文周 斩掉我之儿 荒唐 太荒唐了 我竟然做出如此离谱的推测 齐先瞪眼 来回舵步 沉思 又开始偏向深渊族群的军天祖宗了 嗡 这时间 蔑氏金莲散发出规则联衣 继而浓缩而成衣做金莲 落在了齐先面前 您这是 齐先审视着蔑氏金莲的规则之躯 司空族 或许可以帮你 蔑氏金莲罕见地传出精神波动 你们带着我的规则之躯 去机械族文明 找到他 挖出他完整的人生履历 到底接触过了什么文明 我要得到他的一切 尊命 齐先情绪无比热烈 他活了漫长岁月 从未聆听到蔑氏金莲说出这么多的话语 第1313章禁忌世界诡辩 以齐林子的身份与宇宙教父联络 如果他真的是老仙 岂不是可以相认了 纵然军天觉得可能性较低 不过内心还是闪出某种失望 急迫想要了解他们的动向 知道小妹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关于木空这件事 需要告诉老仙 他或许了解什么 我与齐林子联络 宇宙教父回应了军天 自然可以 已经漫长岁月没有和年轻弟子对话了 道友将他的信号源发给我 军天深吸口气 取出一座崭新的祭台 启动之后 新的信号源散发出去 大概过了两天时间 宇宙教父古老的信号源逼近了 开启了跨时空对话 在祭台核心区域 显照出彼此的身影 再一次看到宏伟壮阔的石头人 牛魔王仰头发呆 这祸和老仙没有相似之处 至于军天传输过去他的景象 人族麒麟子以青年面貌呈现 面孔改变的略为雨下军天有些神似 年轻人 人类族群崩塌了千万载 你们这一族能熬过来 能在新的时代再一次散发光辉 其间多有不义 宇宙教父发出浑厚的话语 近些年 我在探索人类族群崩塌的谜团 能否满足我的好奇心 让我见证那段神秘的历史 听到这里 牛魔王的心都凉了半截 看来是他们自作多情了 宇宙教父与老仙毫无关系 甚至 他和人类族群 似乎不存在什么关系 难道仅仅是前半生推动巅峰族群血拼的超级大佬 后半生探索历史谜团的伟大学者 抱歉前辈 我并非救宇宙生灵 从一座孤岛启程航海回归 对于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情 并不了解 麒麟子摇头 话语带着遗憾 那倒没有关系 未来你和部落强者早晚可以重逢 如果有这类消息 若有可能告知可以联络我 宇宙教父出言 道 另外提醒你一件事 不要过分出手 不要小看神族这些事例 不要以为机械族文明世界绝对安全 因为终有一日他们可以找到你 军天惊悚 他暗指的就是蔑视圣连这些 谨记前辈教诲 不知您可曾了解人族残佈现状 军天继续问道 并不清楚 这也并非我的目标 还有 你既然和机械族大军联合 攻占了母舰工厂世界 可否熟悉机械族文明指挥官 宇宙教父问道 我们仅仅是合作关系 军天缠声说道 前辈想要了解机械族崩塌之谜团吗 如果未来有这类消息 能否和您做交易 自然可以 但仅限于情报互换 我不会参与任何势力争斗 而对于你的问题不会传出去 这是我的行事准则 宇宙教父一切都按照原定的身份定位 发出这些话语 军天头疼 又问起了有关于灭世金莲的问题 牵扯到这个层面的至宝 我固然了解诸多秘密 但泄露出去要牵扯上因果 你要付出的代价很好 宇宙教父回应 他所指的代价可不单单是宇宙经 需要多少 由魔王小心翼翼问道 面对情报界的超级大佬 还是老实点 完整洪荒级母舰 顶级仙药 完整真仙本源 大哥您别说了 牛魔王的心脏有些受不了 母舰仙不说 顶级仙药 这东西比永恒仙药还要贵重 完整的真仙本源 需要狩猎真仙 将其捕获 挖出本源 军天黑着脸 太贵了 还是宇宇宙教父故意不说 我报价已经低了 刚才的警告你们需要铭记 这个层面不是你们可以接触的 终究牵扯到大宇宙排列前五的禁忌至宝 对于宇宙教父的回应 军天和牛魔王对视 内心冒出寒意了 上一载文明排列前五 这时间 宇宙教父将这些情报传输给地先之主 当然他不知道老先是谁 仅仅知道是上头 但是多次传输纷纷以失败告终 他应该在战斗 或者直伏在隐蔽的宇宙秘境前修 没有搭建联络通道 看来我们想多了 宇宙教父和人类族群毫无关系 随着祭台关闭 宇宙教父的身影散去 军天叹了口气 不过很快振作起来 到老先行年闯入宇宙核心 与洪荒级母舰交火 他肯定曝露了生存较难 你说会不会和悟空有关系 以老先的特殊性 谁能杀得了他 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操心的 做好我们的事情 建立于祖庭的联络通道 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牛魔王神情变得冷酷 宇宙第一冒险王 岂能是吃干饭的 一生经历了无穷的战斗 手腕之强真仙都无法揣测 接下来数月过去 66号宇宙秘境始终寂静 接下来我们低调直伏在这里 目前神族两大任务 一个是抓你 一个是找我 牛魔王安心了 看来鲜卑的遮罩很顺利 反倒是这些日子文明遗迹罕见的平静 各方都在镇守自家的母舰工厂 神族也始终处于静默状态 牛魔王无比诧异的是 散修界那片资源地闹腾出来的风暴 渐渐离谱了 疑似发现了价值恐怖的文明遗迹 当然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 总的来说那片资源地的热战无比猛烈 各路弟子如同在旅行当年的承诺 与散修界各路大佬的后代血拼 要决出一个高低 已经有弟子战死了 散修界那些大佬的后代 届是无比的强硬年轻巨头 久见到人他们都具备同阶无敌战力 一旦宇宙霸主层面解封 行动力会更强 迄今为止 依旧没有盖世弟子登陆文明遗迹 这让我对弟子战场更为期盼了 那片世界蕴藏的宝藏 断然超越了这里 你这是废话 每一个大时代 弟子战场都要杀崩天 单单是组物质 观测宇宙核心的资格 足以让世人癫狂 更何况还有隐藏在暗中先为人知的造化 弟子战场最吸引人各方强者的 自然是成仙做组的资源 无论你在前期的积累多么离谱 成就多么非凡 无畏猎先般 未来终将泯然众人 总的来说 散修界掌握的资源地真的是彻底大乱 各方博弈 年轻一代都很 不雅于小规模的弟子战场了 昆玉的弟子来了 牛魔王接收到了消息 昆玉已经将挖掘星空矿脉的收获卖掉 为君天弄来了一批真仙本源 牛魔王出动 取回来交给君天 继续滋润鲜卑 有些残破阵鲜卑 神秘叵测 牛都难以掌控 唯独君天的元神依靠语化篇章 才能与鲜卑建立联系 翁 随着大片真仙本源耗尽 残破鲜卑赤裂了部分 但是总觉得变化弹不上太大 量还是太小 主要真仙本源太难购买了 君天骤美 眼底闪出决然 为了安全起见 他取出赤霞仙剑 将内运的真仙本源通通牵引出来 轰 震仙碑一时间赤热无比 疑似可以震死真仙的无上至宝 蔓延而触及成文明宇宙的波动 深深触及君天的灵魂 君天元神掌握震仙碑的时刻 果真他的遮蔽能力更为浓烈了 肉身犹如藏匿在浩大迷雾中 可以更好隐藏 只不过君天皱眉的是 震仙碑固然进一步恢复 但发现他变得更为神秘 难解 甚至有些陌生 震仙碑啊震仙碑 顶上状态到底有多强 总觉得施主杀伐的至宝 君天清雨 越是这样 价值就越高 刚才我已经将收获的资源 让昆玉的弟子带走了 希望可以弄来规模更大的真仙本源 由魔王提醒君天继续直伏在这里 前修 壮大 早日攀登永恒近时重天 才是重头戏 翁 又过些日子 君天将神闻周残存的物质全面炼化 他很顺利打破关卡 血肉升华 打破桎梏 沸腾出生命精血 蔓延出更为浑厚的轮回脉络 在天灵带持续征腾起来 永恒近七重天大圆满 距离九重天逐步接近了 期待开启是重天 挑战宇宙霸主的时刻 君天神目如电 原神与道辅景跟着全面进化 战力迎来了增幅 神力汹涌一劫 君天驻足在时空深处 立身在永恒之上 抚养着宇宙星海 更为清晰体悟这片宇宙文明的规则定律 至于捕获道的神族大道 时刻画过精神是海 君天眼底隐约间折射出一条黄金五海 其次神族地子路的发源地 他认真审视 观测 黄金五海 渐渐对他形成难言的压迫 再多的画面就看不清楚了 神秘 比十足的永恒大道还要神秘 看不清楚阐述的到底是什么 君天驻美 没有过于惊人的收获 只不过神文周主修的是其道 源自于古老的九级文明 对于神族的大道体系反而没有深入研究 君天体悟其道的过程中 没有发现类似的源头 让他颇为遗憾 然而 等待他重新观测宇宙星海 那世外的繁星 高悬的星月 流经的星河 画过天边的流星 好似宇宙棋盘 有点意思 怪不到神文周胸怀大局 这是文明赐给他的力量 信念 君天驚异 这个领域很不凡 和玉场文明相似之处 天地为棋局 众生为棋子 似在拨弄宇宙众生的命运 长时间前修都能生出某些错觉 我为上苍吗 可惜 没有其道领域的绝学 不过接下来我将这些整合到战力体系里面 对敌的手腕会更为高强 君天低头审视着仙魔棋局 解开一层层封印 大概可以收获些什么吧 君天现在没有时间探测 等待他吸收完毕神文周的规则精华 犹如得到了某种洗礼 对于违规及道路有新的认知 思绪徘徊在违规及世界 立身在地子路的尽头 壮若轮回之黄 可以聆听到震耳欲聋的浪涛声 源自于他道路的大道轮音 翁 君天同孔树立大征 可除雾的违规及世界 与肉身建立紧密联系 肉身冲出海量的秩序联络 壮若轮回大海决堤 蔓延到违规及世界 十欲前职壮若轮回古界 相互接轨 随着君天的能量蔓延到这里 顿时沸腾出波澜壮阔的规则秩序 形成更为强硬的轮回之黄 君天迈着脚步 开始向着禁忌世界前进 每一步踏出 好似天崩地裂 生死轮回 看似不真实 实则赋予他的体验感无比的猛烈 他好似 离开了这片世界 离开了这片宇宙 与这片世界彻底决别了 而他真正要前往的 是轮回宇宙 源自于他违规及世界的十一遇世界 好似无比遥远的禁忌宇宙 君天有着较为强烈的战力情绪 源自于肉身本能 好像要成为伟大的生灵 但是他的精神有些恍惚 悄然间转身回眸 认为远离了宇宙星海 我好像要离开这片世界 我好像要沿着违规及世界 通往一片全新的宇宙文明世界 难道禁忌世界 蕴藏离开的门吗 君天泛迷糊 过往打开禁忌领域的时刻 没有类似的体验 很快他想通了 过去是因为前职大爆发的原因 现在则是他认真探索 以永恒境的层面进行感触 回馈给他这样的感官 只不过君天认真审视着他开辟的轮回宇宙 只觉得模糊了 暗淡了 好似成为了文明遗迹 一片独立的遗迹 漂流在那里 君天有惶恐感 只觉得走向禁忌领域 他的过去 他的道路 将要彻底消失掉 将要从人世间彻底蒸发 好像羽化登仙 要与人世间彻底隔绝 不 怎么会这样 是了 因为违规及前职未曾成真 禁忌道路还是虚幻的 故而才有巨大的空虚感 如果我立身在永恒境十一重天 预示着禁忌道路成真 才能摆脱这些影响 但是禁忌前职成真 我的身躯冒出禁忌物质 岂不是堪比禁忌至宝了 这一条路还是较为遥远 永恒境禁忌领域成真 肯定不现实 否则我一拳头可以打爆十艘违规及母舰 军天想通了 猛的回头 凝望着禁忌世界 那茫茫迷雾 那朦胧的世界 看起来更为清晰了 就在军天准备接近 顿时起了一身白毛汗 在禁忌世界 神秘叵测的十一遇 浓郁迷雾中 突兀传出轻微声响 疑似脚步声 嗯 军天眼皮微跳 身心绷紧 压抑与紧张 开启顺风而探索 扑捉到一阵令他毛骨悚然的古老阴劫 似乎黄色旋风在禁忌世界呜呜作响 轰 天地战斗 违规及世界猛烈轰鸣起来 似直伏漫长纪元的厉鬼 从沉眠中醒来 一只恐怖于血腥的大手 就这样从禁忌世界伸展而来 弄插一下子 攥住了他的身躯 恶鬼趴在里面 军天发颤 觉得整个人都爆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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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